第九百二十一章一生走吧道不进 虚空混天缩中继有一条十分粗大的灵脉 再加上黄龙仙树 道果 仙鹰 以及般入道宫之威 整个混天缩体表都被紫色的雷电缠绕 那琵琶作响的紫色雷电带着金颤天地的威能 将万道神华聚于一点 仿佛一个凝聚的小太阳 四目的光芒在场所有人都无法直视 静绪殿的诸位 黄龙在此久后了 我太初乃是浩克之教 既然来了 便接受一下我太初为诸位准备的大礼吧 轰 痴空混天缩在西极叫打出了他的第一炮 一道雷球轰然打出 宛如星辰轰然坠落 威能之大 震战天地 由无数闪电汇聚而成的雷炮与半空中再次化作无数的闪电 整片天地都在这片炽热血木的闪电攻击中变得飘渺虚无 静绪殿的众人感受到一股令他们毛骨悚然却又完全无法躲避的恐怖能量轰然砸来 这是什么快点截阵 静绪殿虽然被那威能惊诧 但还是很快地截出了一个防御的法阵 法阵十分坚固 有一层金色的光芒将他们团团笼罩 扑扑 一炮之威 一席之间 静绪殿前来的所有高手所设计的法阵就然在瞬间被打碎 阵法内的人全都被重创 口鼻一血 体内五脏一味 灵气乱翻 再无战斗的能力 所有人 无疑信念 甚至有数人在这一炮之下 顷刻间化作了血雾 消灭于天地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静绪殿的人全都被这毫无防备的一级经的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了 面色金黄的看着云彩层中若隐若现的庞然大物 吃地 吃地 一阵血腥味从静绪殿众人的身后传来 他们面色惨白地看去 十多个人都被刚刚那一炮打碎了 怎么可能这样 太初教什么时候有这么强悍的攻击法宝了 静绪殿的人心中突然升起一阵不祥的预感 西极教这里的情形跟他们想象的根本不一样 全粤真人与明川道人彼此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浓重的不安 他们一开始攻来 其实就根本没有将太初教这样小教派放在眼里 在他们看来 出动这么多人其实就已经是多余了 可是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就刚刚的那一炮 竟然将他们带来的人轰死了一小半 虚空混天缩的这第一炮精彻天地 甚至连他自己身上用于战斗的阵法都在这一炮之中化成了机粉 静绪殿来人的领头之人是他们三大太上长老之一的玄阅真人 此时玄阅真人也被那一炮轰得一炮染血 五脏剧痛 凌乱的法思随刚风乱舞 哪里还有平日里高傲出城的模样 简化版的虚空之周虽不如真的虚空之周 但威能也并不会小到哪里去 玄阅真人的护身保甲完全报废 若非有阵教至保护体 刚刚那一炮 他依然魂归金蓄殿的英灵阁了 杀 黄龙好似杀神父体 衣袍狂舞 手中宝剑散射出无数耀眼的华光 战役沸腾 绿太初叫第二队人马从虚空混天缩中嘶吼着杀出 哈哈 玄阅道友 我们太初教的欢迎离怎么样 静绪殿的玄阅太上长老听了黄龙此话 面孔扭曲 用剑支撑着自己在那一炮之下被打得根本就站立不稳的身体 他用愤恨到无以赋加的眼神狠狠的瞪着从九天之上冲杀下来的黄龙 用嘶哑难听的声音大骂 黄龙小儿 你简直卑鄙无耻至极 竟然背后偷袭 其实玄阅真人背后偷袭四字已说出 静绪殿的几个高手面上都露出了微妙的尴尬 毕竟他们偷袭在先 现在不过是被被人反偷袭罢了 可是玄阅长老竟然这样就骂起来了 一时间 静绪殿来的很多高手面上都红了 几万米之上的黄龙听了玄阅真人的话 没有任何回应 只是眼中嘲讽之色更甚 面上杀意更浓 刷 就如同闪电从天而落 不 黄龙的速度比闪电更快更迅疾更猛烈 快到人眼根本捕捉不到他的身形 快到就像是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幻象 就好像不过眨眼间黄龙就从几万米之外不见了 一道无比炽热的光芒带着平地惊雷的威势 轰然从玄阅真人的身后踢出 还在惊诧黄龙怎么不见了的玄阅真人 只感觉到脖子一凉 天地便翻转了 太上长老刺心裂肺的吼声从金旭殿来人中响起 他们的太上长老竟然在一招之间被人取了头颅 一剑 交手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全玄真人的脑袋飞上半空 他的神魂还未完全消失 他满目的震惊 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竟然就这样被杀了 他是金旭殿的太上长老 是整个修仙界都能够排得上高手强者 可是 他竟然就这么简单的被人砍下了头颅 很是恍惚的玄阅真人 看着原本就被虚空混天缩一炮打的战都站不起来的金旭殿弟子 在黄龙率领的太初叫第二对人马打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很明智地选择了投降 投降 还能活着 了不起事后谈判 再被金旭殿赎回去 死了 便什么都没了 活着 还有继续的机会 西极礁的人看到金旭殿的人这般不惊打 一个个都慌了 这他妈什么帮忙的 一炮 一剑 就耸了 金旭殿的众人这一刻顾不上被人鄙视 他们都很清楚 太初的战力太强了 打下去 只能是被灭的粪 掌教 咱们撤吧 我们已经没有后援了 也撑不到天降的服援了 再不撤就要全教覆灭了 掌教 留得青山再不愁眉柴烧 只要我们的人还在 总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 林快带人撤吧 还活着的西极教掌 全人全都苦心地劝说着已经有些历劫 快要站不稳的太学真人 太学真人声音嘶哑 面上带着创然之色 但是眼中却是一种决绝 我不能走 我是西极教的掌教 我怎么能走 唉 几人见太学真人如此 全都痛喜地叹息着 太学真人的眼睛一一扫过他们 然后看着脸上不满鲜血的副掌教 怀学道人 对他说 我们西极集的道筒不能灭 否则我就算是死也无脸去见西极集的列祖列宗 怀学 你带着还存活的教派众人快走 我为你们断厚 师兄 你这是何必啊 太学真人看着满山满地鲜红的血迹 他眼眶发红 嘶哑着声音道 何必 我是西极教的掌教 就算是殉教也不能退 你们 太学真人叹气道 走吧 一生走吧 道不尽的无奈意 一生走吧 说不出的悔恨心 太学真人从未像现在这一刻般的后悔 早知今日会如此 真不该去招惹太初 怀学道人见太学真人执意如此 而太初叫众人公事又过于迅猛 知道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 当下 怀学道人带着西极教一批还有逃跑能力的弟子 集体朝着太学真人跪下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 迅速地记起自己飞得最快的领法 急速朝远方逃去了 他们知道 今日这一离开 便是背井离乡 今日这一离开 不知还会否有回来之日 今日这一离开 便带着无尽的仇恨 当再次回来之时 太初 我要你们血债血长 怀学道人心中发誓 今日之事 来日必报 如若自己无能 那么自己的子孙后辈 也定要报仇 见着怀学道人带人走远 太学真人看着满墨狼藉的教派 深深闭上了眼睛 在风带起的满满血腥之味中 对着西吉教的长生山重重地跪了下去 他膝盖下面被血染进的土地都被砸出了两个浅坑 弟子 西吉教第九任长教 太学不孝 没有抵挡住外敌入侵 致使教派弟子被涂 血染西吉 延绵千年教派葬送在弟子手中 太学真人的声音响彻整座被鲜血铺满的西吉教 呼啸的狂风卷着他苍凉的声音 飘散于西吉教的整片天地 整座西吉教竟然传出一阵萧瑟的乌叶之声 其声之悲 令面色冷然杀意沸腾的秦浩轩心中都是一致 伴随着这长而尖锐的乌叶呼啸之声 西吉教长生山上无数因为思念而流转不适的英灵之力 形成一道刺目的光滑冲入太学真人身上 刹那间 一股极其强悍恐怖的能量从太学真人周身爆发 不祥的暗红色光芒如同血雾一般将其笼罩 太初 我太学诅咒你们灭教王种 太初 有朝一日 我西吉定会卷土重来 念你太初 今日 你们现有一批陪我殉葬 通明声中 爆发出太学真人那绝望而又怨毒的吼叫 恍若闪电一般殉疾又如同汪洋一般雄浑的力量 骤然朝太初叫众人攻去 那竟然是一道道法直扑秦浩轩 同时 西吉大交的残阵这一刻陡然发动 禁锢的力量骤然凭空出现 强行将秦浩轩所在的一方 空间彻底禁锢 杀 太学真人目标明显 今日便是死 也要急杀秦浩轩 黄龙的力量已然登峰造极 便是用残阵怕是也无法将其真正禁锢 第九百二十二张碧竹拿命换浩轩 但秦浩轩 禁锢他足够了便是其他人想要解开禁锢 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做到 秦浩轩作然感觉到被禁锢 体内线束连连膨胀 却发现一切的力量都被禁锢 残阵也还是西极礁的护山残阵 这力量来自于太学真人 这力量来自于西极长生山蕴藏千年的力量 这是西极的意志 西极的意志不止困住秦浩轩 同时散发出一股特殊的力场 那力场阴柔却又粘稠 像是一块牛皮糖将人粘住一般 黄龙想要救援 却也发现这种力量一样可以影响到他 混不住他没关系 那边粘住他 突然他的速度变好了 这是太学真人针对击杀秦浩轩所做的一切 救援 已然不能 强如黄龙 也无法瞬间感到 在所有人都反应不及的时候 一道青色的身影瞬间飞出 用自己的身体与毕生的修为生生的扛住了 太学真人以神魂为继而发出的这一道 能够毁天灭地的攻击 太学真人无法理解 众人应该都被拖延 怎还会有人这般的迅速 毕竹子 为何太初的毕竹子不受影响 自由之意 每个人的感悟不同 毕竹子的自由之意 像是一条雷电般的尼丘 他快不说 而且还滑 阻止别人可以 却无法阻止毕竹子的自由之意 时间仿佛变得无比缓慢 毕竹子的身体被太学真人打出的 这道灵法瞬间轰尘击粉 伴随着巨大的炸裂声 太初焦的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无论是黄龙还是秦浩轩 还是太初焦的其他任何人 在这一瞬间全都呆愣住了 毕竹子的身体在空中炸裂 连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凶暴的道法被这一次冲击 打得偏离了方向直冲天际 将还未完全散开的节云 彻底轰炸得无影无踪 整个天空在这道法威能下都在战斗 苍穹仿佛都要被破开个窟窿 毕竹子残留的神魂挂在半空 看着自己的躯壳被炸成了鸡粉 面上也不见悲喜 只是看到太初教众人在自己的保护下 没有一人受伤之时 眼中才带了几丝欣慰 用我自己的命 去换太初教这么多人的命 实了 去换秦浩轩的命 实了 以后进了英灵山 也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啊 堂主 堂主 毕竹堂的弟子泪水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嘶吼着 大叫着 连打着卷的风都被他们巨大的悲痛惊散 几个年轻的弟子看着半空中毕竹子虚影的神魂 挣扎着就要去抱住他 可是哪里能抱得住 那不过是一缕还未消散的神魂而已 毕竹子再次不舍地看了看地面上悲愤痛哭的自然堂弟子 看了看眼眶发红神色癫狂的黄龙女秦浩轩 他嘴角轻轻地掀起 心想 哭什么呢 你们只要只要好好的 我 便能走得安心了 阵阵被风关来 将毕竹子的虚影吹得更加缥缈 他的四肢逐渐地变得透明 随时都会随风消散 再也不见 不 不 堂主 堂主 毕竹堂的弟子狂吼着 痛哭着 奋力地去抓还在半空中的壁竹子 面色猙獰 却根本连一片衣角都抓不住 终于 一阵清风吹来 面上带着豁达笑意的壁竹子还是不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 黄龙在心中问自己 完全无法接受壁竹子死去的事实 早知如此 便应该将减板的虚空之舟建造得更加坚固 而不是一炮之后 虚空混天缩的炮便损伤的坏掉 无法继续发射 早知如此 便不该节约那一点点的材料 黄龙他牙子欲裂地看着这一切 狂怒地咆哮出声 好似上股发狂的异兽 将这一片虚空都震得在不断地震战 秦浩轩看着消失的壁竹子 整个人都呆住了 在那一瞬间 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做 西极教残活着的人已经溃逃而出 而他们竟然在即将将西极教剿灭 胜利在望的时刻 陨落了一名堂主 畜生 秦浩轩眼中泛红 再次看了一眼壁竹子消失的地方 立即转身 带起一阵能够将人活活撕裂的刚风 如同嗜血上磨 冲入了已经被打的四散溃逃的西极教人群中 以杀落来止息他心中不断涌起的杀星 啊 杀了这群畜生 杀了他们 为壁竹子堂主报仇 太初教所有人都疯了 眼眶瞬间变红 狂怒与巨大的悲痛充满他们的胸口 唯有更加血腥的杀戮 唯有用西极教所有人的鲜血才能平息他们现在的悲愤 太雪 我要杀了你 今日便是你西极灭教之日 暴怒的黄龙如同入魔的神奇 用他恍若迅雷的速度 一个呼吸之间就来到千米之外口鼻一血的太雪真人身前 黄龙手中的宝剑绽放出刺目的神华 带着他极度的悲愤一剑披下 太雪看着死去的壁竹子 他面如死灰 自己爆发出最强的一击 并非只是想要杀一个堂主而已 自己的这一击 是要杀秦浩轩 是要灭杀大量太初自己 李壁竹子居然用自爆 来阻挡这一击 太雪真人的眼中是绝望 瞳孔的深处看着那展来的一剑 充满了冷笑的味道 像是在嘲笑黄龙 你死一个堂主便这般心伤 那我西极呢 我西极灭教了 我又该如何 太雪真人的身体瞬间被切成了无数碎片 淋漓的鲜血将半边的天空都染红了 掌教掌教 西极教的弟子看着太雪真人被砍成无数天的时候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惨白的绝望之色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次 是真的完了 大势已去 再也没有反转的机会了 原本还手持福建 奋力拼杀的几人见到自己掌教被杀 手中的福建一下子落到了地上 发出铿锵的声音 这时候 即使被抓起来 他们也没有感觉了 教派被灭 这种切肤之痛令他们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 一切都变得十分缓慢 西极教的所有弟子没有一个在反抗 他们跪在地上 面对着西极教太雪真人死去的地方 即使被人捆住 也坚持地跪在地上 泪水划过他们的面孔 哭得不能自己 这 这也太狠了 黄龙还是人吗 静绪殿的人看着黄龙这一件 看着他铁青的面孔 全都从心中站立起来 眼中全是对黄龙的惊惧 不行 飞和堂堂主在也没了一开始的嚣张气焰 他的手指都在发抖 错了 错了 我们不该招惹太出骄的 飞和堂堂主名川道人的喃喃自语 随风而散 连他身后的弟子都没有听明白 至此 西极教彻底陨灭 太出骄的弟子在壁竹子陨落的地方静默良久 黄龙才用他嘶哑到不像样子的声音吩咐众人处理战场 静绪殿被俘虏的众人与太学真人死后投降的弟子全都被灵法捆绑住 然后被带回太出教 被困住的静绪殿弟子全都慌张地看向明川道人 明川道人现在全身的灵力被束缚 根本使不出一丝灵法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对不远处的黄龙抱拳 说道 黄龙掌教 这是个误会 听到明川道人的话 黄龙一双还泛着血色的眼睛 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这一眼令明川道人如坠冰枯 全身的寒意都窜了出来 但是太上长老被杀 现在静绪殿在此的这么多弟子全都看着自己 如果他不表现一下 他们所有人的处境堪忧啊 想到这里 明川道人只得硬着头皮说道 黄龙掌教 我们这些人前来不过是因为西极教他们朝我们发出了情帖 在黄龙如同寒冰一样的眼睛中 明川道人声音都有些发抖 越说声音越低 但是为了静绪殿 他依旧用低如蚊子般的声音说道 我们真的是来做客的 现在既然你们发生了冲突 那我们就要走了啊 黄龙脸上显出一种冷酷之色 手中宝剑光滑一线 冷烈的剑光反射出明川道人冷汗直流惨白到毫无血色的脸庞 然后在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之时 便砍去了他的左臂 明川道人被黄龙这一击所带的余威重重的跌倒在地上 狂喷的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 明川道人捂着断臂 哀嚎着在地上打滚 黄龙掌叫 你们太初叫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精绪殿的弟子立即去扶飞和堂堂主 带着京剧的开口质问黄龙 黄龙淡淡地瞥了这些人一眼 用十分随意的语气说道 做什么 你们既然参与了战争 竟然想走 真以为天下的好事都被精绪殿战了 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当俘虏 谁敢乱动 我便杀谁 明川道人对着黄龙怒目而视 愤声道 你这是乱来 你能承担那后果吗 黄龙长身站在明川道人身前 犹如一个神奇般全身都散发着无尽的杀意 后果 我们太初叫刚刚死了一个堂主 没有你们 他不会死 这个后果你们以为自己承担得起吗 告诉你们 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玩了的 第九百二十三章红颜传输人归去 明川道人被黄龙身上散发的气势还得心神俱阵 他惶恐地摇着头 死强着说道 你这是在挑起与金蓄殿的战争 黄龙轻蔑地笑了 看着他的目光好像在看一个蝼蚁 我刚刚灭了一个教派 你觉得我们太初会怕战争吗 明川道人不敢看黄龙 直到被太初教的弟子当作俘虏带走 也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太初教的弟子分布在整个西级教教派中 有的在搜罗西级教的法宝 有的将还想要逃窜的西级教弟子祖杀 浓重的血腥味从太初教众人公进来的时候就没有散过 等肃杀的战场一下子平静下来 连这里的狂风都似带上了悲烟的哀鸣 秦浩轩站在一块高地上 静静地看着血染一般的西级教 在这里 已经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所有的山风都被削平 无数的鲜血汇聚成一条条的血河 然后继续汇聚成血湖 宫殿倒摊 房屋被毁 道路断裂 一处处深达树杖的巨大裂痕横 灌在西级教的地面上 黄沙被打着旋的狂风卷起 为覆灭的西级教更添悲凉 这就是灭教 秦浩轩对自己说 所有激烈的情绪都在刚刚一战中发泄完毕 现在的他无悲无喜 一双眼睛甚至是有些淡漠地看着覆灭的西级教 几十个被俘的西级教弟子被押送到山门外 有很多人都忍不住回头去看自己的教派 看着苍凉到无以复加的 破败到几乎认不出来的西级教 这些弟子终于痛哭出声 泪流满面 秦浩轩身边打扫战场的太初教弟子 看着痛哭的西级教弟子 面上闪过不忍 不禁说道 咱们门派何必这么绝呢 让他们认错就好吧 也用不着灭了他们 秦浩轩一双眼睛 轻轻地落到说话的这个弟子身上 淡淡地说道 这一刻你可怜他们 可是当初如果我们太初教战败被灭 又会有谁来可怜我们 说话的弟子一愣 面上很快不满羞愧之色 低头对秦浩轩道 秦长老说得对 是弟子张青妇人之人了 秦浩轩没有过多地表示 张青沉默了一会 再次紧张地开口问道 那请问秦长老 这些被俘虏之人的下场是什么 这些人 他们的下场就是咱们太初教的先奴了 为咱们做事种地 这辈子就这样了 秦浩轩看着被押送着的西级教弟子 淡淡地开口 这时黄龙从不远处飞了过来 秦浩轩眼睛还没眨一眨 黄龙就来到了跟前 虽然太初教这一次大获全胜 但是碧竹堂堂主碧竹子的陨落 使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 也完全没有防范的一件事 因此此时的黄龙面色沉重 并没有多大的喜悦 这一次 碧竹子以身殉教 我打算将从西级教分得的好处 多分给碧竹堂一些 黄龙声音中还带着一丝沙哑地说道 秦浩轩心情也有些沉重 点了点头说道 掌教做得对 停顿了一会 秦浩轩接着开口 将清红莲的事情再次提了出来 而且京旭店对他的隐瞒等全都说了出来 最后道 掌教 现在清红莲离开了京旭店 而他的族人早在很多年前就被京旭店杀掉了 他已经无家可归 黄龙听完秦浩轩的说话 一双眼睛落在他的身上 开口问道 浩轩 你打算娶了他吗 秦浩轩摇了摇头 说道 我将他当做自己很好的朋友 怎么能够娶他呢 黄龙看了秦浩轩一会 还是问道 你将他当做很好的朋友 那他呢 他将你当做好朋友 还是双修道理一样的对待呢 如果他将你当做道理一样的对待 而你却将他当做好朋友 你觉得自己对得起他的这份情吗 秦浩轩一下子呆住 他张了张口 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黄龙看着秦浩轩的表情 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轻叹了口气道 如何面对他 这是你该考虑的地方了 不过 既然秦浩轩现在在我们太初教 那等我们回去的确也应该考虑一下该如何安排他了 秦浩轩这才开口道 是 总不能让他当散修吧 与秦浩轩谈完此事 黄龙便再次指挥西级教中的太初教弟子 开始搬运西级存货 以及等待着西级的天降甘霖 古云子快速统计着这次出征的消耗 以及受伤的人员 太初此次出征 准备远比西级来得充足 加上此次太初早已经经历过教节 这次出征有人受伤 却没有人死亡 秦浩轩望着好似坍塌的西级长生山 那是类似太初英灵山的位置 随着西级的覆灭 长生山竟然自己开始有坍塌之乡 最终 那长生山还是并未坍塌 秦浩轩知道 西级虽被灭教 但西级却并未被彻底灭掉 还有人残存 天降甘霖最终还是来了 丝毫不逊色太初那次教节的奖赏 古云子指挥着众人将能搬的东西都搬回太初 然后又留了几人在西级教坐镇后 黄龙殿率领人会太初教了 京旭殿的俘虏们看着太初众人 心中暗暗揪心 这太初此次灭掉西级 不只是得到了海量资源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名声 将会传遍半个修仙界 灭掉一个五千年的修仙大教 这是何等的威风啊 便是一个万载大教 想要打下一个五千年的大教都很是困难 一个不好便会伤筋动骨 而太初 短短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便将西级打下来了 太初 未来的太初究竟能发展到何等地步 太初教皇帝封大殿中 黄龙便将人召集在一起 商量清红莲的问题 副长教一华真人面带不于地说道 京旭殿是成名几万年的万载大教 他们抵运之雄后完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如果京旭殿找我们麻烦 我们真能应对的了 更何况 咱们太初这才刚刚度过了天节 又灭了西级教 得了这么多的宝贝 这段时间应该做的是低调 令教派中人抓紧修炼 提升整个教派的能力 孙维护法听了一华真人的话后 面上也露出了同意之色 的确 正如副长教而言 如果我们太初教在这个时候惹上了京旭殿 就是有大麻烦了 我也同意副长教的话 长教 现在咱们太初教也是肖云阁的眼中钉 虽然此次与肖云阁算是联盟 但是却也不得不防着他们啊 几位长老也出生附和副长教的观点 古云子却完全不同意 他看着黄龙 微微皱着眉头说道 长教 不能忘了清红莲的确帮了咱们太初教很多 天节过后 西级教带人公来的时候 若没有清红莲 也许秦长老就会出现意外了 还有 正如秦长老所言 因为有清红莲的带领 他才能够从小仙坟中得到那么多的好处 才能够得到虚空之舟啊 苏百花接着说道 更何况 清红莲这个姑娘与秦长老关系不错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因为害怕而将她推出去 那修仙界的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们太初教 再者说了 清红莲她虽然不是最强子种 但也是非常难得赤恋仙种 而且实力超人 如果留在我们教派的话 未来就算不是长教 也能够成为咱们太初教的一大助力啊 苏百花话音未落 副长教一华真人十分不满地说道 就算她是有色仙种又怎么样 我们太初教现在还有两大子种 你们就这样信任这个女人 如果她是在使苦肉计呢 如果她是看到我们太初教正在蓬勃发展 而被金蓄殿派来的卧底呢 面对副长教的咄咄逼人 试炼此应声反驳道 卧底 副长教你要是派人去别的门派做卧底 还会送这么多的宝贝 送七八条灵脉 还送先王设计万载大教 清静全教派之力建造的虚空之舟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还真希望其他门派多送一些卧底 来咱们太初教呢 赤恋子问得太不客气 直接将一华道人的话堵在了喉咙里 面色更是因为生气而变得通红 僵持不下的大殿中众人 这时候将目光全都转向了一旁的秦浩轩 秦浩轩沉默了一会 说道 我个人还是很希望清红莲能够留下 但是如果教派中有人怀疑他 那我们可以将他放咱们太初交的别院中 别院 有人没有立刻理解 问了一声 对 不是有些教派都有份之吗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将西吉教打了下来 就可以将西吉教重新作为据点 当作我们的分支 控制了西吉教之后 我们也好控制他们掌控的烈火国那个地狱 毕竟太初教距离那块地狱太远 有了西吉教做别院 就能够首尾呼应 很多事情也都方便了很多 那地方既然是西吉教开派祖师选择的地点 那就说明那块地方也是人节地零风水极好的 虽然现在已经被打废了 但是他的价值还在 很适合作为咱们太初交的一个别院 听了秦浩轩的话 很多人都露出了赞同的神色 我同意 慕容超听着秦浩轩的话 双眼放光 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因为他已经在有秦浩轩的地方待够了 极力地想要摆脱秦浩轩 在他看来 如果能够去太初教设立的这个别院 即使是到时候娶不到 许宇也能够娶清红莲这个女人 而且到了那里 做一个院主也是不错的 就在众人纷纷觉得秦浩轩 所提的这个建议很好的时候 一个弟子积极地从外面赶了过来 急声说道 禀报长教 清风院的女客人清红仙子留信离开了 第924章西级别院主事人 秦浩轩听到这弟子的话 脑子突然空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等那弟子将还带着新香的书信递给他的时候 他才下意识地打开了信封 清红连留下的书信并不长 但是秦浩轩却看了好久 见信如无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我很快乐 是这么多年来没有体会到的那种轻松快乐 因为你 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我一直很感激你 如果没有你在我身边 当我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可能就已经崩溃了 但是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更不想让你以及你的教派 因为我而有危险 并然升起一片怅然若失 等秦浩轩回到皇帝风的大殿之时 大殿内的众人还在讨论 见到秦浩轩一人回来 面上更是罕见地带了失落的表情 几人便轻轻叹息 黄龙看了秦浩轩两眼 摇了摇头对众人道 既然人已经走了 就不用讨论了 都散了吧 稍等一下 慕容抄待昭吉切的口吻说道 慕容 你有什么事 黄龙问道 祈禀长教 弟子觉得秦长老刚刚提议的 以西吉教作为我教别院之事非常好 对太初教也极为有利 依弟子看 有了西吉教那楚风水宝地作为别院 不仅能够作为太初教开疆破土的一面 更是能够与太初教 现在所在形成吉教之事 一旦有敌人来犯 无论是侵犯哪一方 另一方都能够立即派出弟子进行支援 除此之外 也能够很好的控制 降龙国与烈火国两大国家的地域范围 慕容抄提了很多 几乎将他所能够列举的优点全都说了出来 而大殿中的人 听他一讲 也更加觉得将西吉教作为太初教的别院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 但是如果要进行这件事情的话 门派中也需要派人过去 夏云子唯唯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西吉教可以说是一片废墟 而且西吉教内的宝贝也全都被搬回了太初教 谁愿意去那样一所废墟开荒呢 弟子愿意前往慕容抄对黄龙深深的一拱手 态度十分诚恳地说道 弟子原为门派效力 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慕容抄此话一出 很多人的目光也都落到了他的身上 其实在大殿中的众人也都知道慕容抄的位置很尴尬 作为饱满的灰色仙种 放在其他任何一个与太初教实力相近的教派中都是堪当重任的 甚至应该是掌教人选的 但是 现在的太初教不仅有两大天赋超绝的紫色仙种 更有秦浩轩这个实力超强 甚至一点都不输紫色仙种的秦浩轩 有了他们在慕容抄别书是当掌教 日后就算成长起来 也会在秦浩轩之下 不过现在如果能够将慕容抄调到太初教的别院 做一个院主也应该是个不错的办法 掌教 我觉得慕容抄倒是能够升任太初教别院院主的位置 几个长老护法在心中思量过后 纷纷开始附和慕容抄 黄龙看着一脸稀奇之色的慕容抄 笑着点了点头 道 行 那你去吧 记得好好干 慕容抄心中顿时现出狂喜 连连点头称是 接下来的时间 慕容抄便开始忙碌着准备去西极礁的一切事宜 而太初教的众人也没有闲着 开始着手建造新的虚空之舟 在此之前还要将打出一炮后出现损坏的虚空混天缩重新修复一下 无论是修建全新的虚空之舟 无论是修建全新的虚空之舟还是修复虚空混天缩 都需要先将要用的资源材料弄好 于是黄龙便大手一挥 将从西极教搜罗来的所有东西开始分发下来 慕容抄便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把真正的飞剑 满心满眼的开心 黄龙得到太学真人的三才剑 剑光凛然 流光四溢 更有无数刻画细致繁复的正法附在剑身 一看就属于上乘宝剑 秦浩轩想了想 便将龙灵剑取了出来 对黄龙道 掌教 这把龙灵剑原本就是教派之物 现在也该归还教派 我就用这把三才剑吧 黄龙摆摆手 不在异地说道 你都用惯了龙灵剑 就拿着吧 黄龙说完之后 便将手中的三才剑送给了一旁的赤链子 然后笑着对一脸惊喜的赤链子道 赤链子护法 这段时间 你修为提升迅速 更是为门派立下了不少功劳 这把剑 你应得的 赤链子喜笑颜开的把弄着手中的宝剑 看得秦浩轩也只想笑 副长焦的眼睛一直跟着三才剑转 其实他也很想要这把三才剑 不过既然这剑已经给了赤链子 他也不好说什么 便去挑了另外一把飞剑 将所有的材料全都集齐之后 黄龙便开始率领众人着手建造全新的虚空之舟 秦浩轩一直参与建造虚空之舟的过程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轮到他为新弟子讲经说法 才回到了自然堂 秦浩轩一露面 自然堂所有的弟子就为了上来 老堂主老堂主的喊个不停 老堂主 分下来的西级叫仙奴送来了 使者问您要几个 有弟子前来禀报 秦浩轩想也不想地回绝道 我不要 送给其他堂吧 唉 别别 空空儿大叫着从一旁跑了出来 对秦浩轩调媚地笑着道 我要一个我要一个 看着空空儿一副死皮赖脸 打滚撒泼都想要的样子 秦浩轩好笑地给他要了一个 然后 暗暗传音道 你将他当作洒扫仆人可以 但是不准吃了 原本一脸惊喜之色的空空儿 立刻僵住了 秦浩轩做无事状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在秦浩轩准备违新弟子将经说法的时候 山门下的弟子前来汇报 报告秦长老 萧云格的苏扬长老来了 秦浩轩微微皱眉 其实他并不愿意去与这小虚伪的小人说话 但是现在长教跟各位堂主长老在忙着建造虚空之舟 只有他刚刚出来 将萧云格的苏扬请到自然堂 秦浩轩面上也带了一丝客气的笑意招待着 苏扬依旧是那副精明的模样 因为是面对秦浩轩 他连在黄龙面前的那份铅盒也不装了 一副遗址气势的模样 苏长老请 秦浩轩处于东道主的礼貌 表面文章做的还是挑不出错的 苏扬用眼角扫了秦浩轩一下 根本没有应声 直接与秦浩轩擦身而过 坐到了房屋的上座中 老堂主 这负责接待的弟子看着苏扬这副目中无人的模样 心中气氛 只得看向秦浩轩 秦浩轩摆了摆手 示意无法 然后就让接待弟子先下去了 他看着苏扬一副我才是这里主人的模样 心中就觉得好笑 却也没有跟他一般见识 既然苏扬喜欢坐高位 就让他坐好了 苏长老来得巧 太初较为肖云格准备的东西也都被全了 秦浩轩只想快到斩乱麻 赶紧将这人送走 苏扬这时候正喝着弟子端上来的淋果茶 只喝了一口 就十分嫌弃的姜茶放下 甚至还拿了一块雪白的帕子擦了擦嘴 那副姿态 看得端茶进来的自然堂弟子一阵气闷 什么东西啊 这是自然堂心上的淋果茶 味道纯美滋润 就连长教都说好的 一个肖云格的长老竟然目中无人到如此地步 秦浩轩也是轻轻皱了皱眉 却也没有计较 只是让端茶的弟子先下去了 等到客厅中只剩下苏扬与秦浩轩两个人 苏扬 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恩 你们太出交的手脚还算麻利 秦浩轩淡淡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左右看看 真的没人了 苏扬便开始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了 秦长老 恭喜你们灭掉了西极教 而且你们这次得到了不少好处啊 苏扬笑得很奸诈 秦浩轩淡淡地笑着 一双眼睛轻轻地落到苏扬身上 回到没有你们肖云格多 苏扬被噎了一顿 但是他想着接下来的事情 就忍了 略略凑近了秦浩轩道 其实 我这次来不是为别的 就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们得到了那么多东西 能多给点吗 秦浩轩看着笑得跟狐狸一样的苏扬 微微皱了皱眉 苏扬毫无自觉地说道 也不用给太多 一成都不用 就是稍微给的多一点 这多出来的一部分呢 咱们两分了 分了 秦浩轩不动声色地看着苏扬 苏扬以为秦浩轩被自己说动了 更加卖力地说道 是啊 你想 这一部分 你不说我不说 咱们两边的教派也全都不知道 我欺你三 让你跟着我占点便宜 原来是想私自弄好处啊 秦浩轩在心中冷笑 面上还是维持着那份淡然 可是说出的话 却没那么客气了 我这个人 不喜欢占别人便宜 第925章太初为何不去抢 不占便宜 苏扬的脸色当时就沉了下去 修仙之人哪里有不为自己着想的 特别是一个小门小派的弟子 若想要提升修为 比起大教更是艰难 这种能从公款之中贪污的机会 百年千年都难得出现一次 如此好的机会砸在脑袋上 不是该拼命的贪拿财是吗 好轩啊 你这般硬的脾气 在太初没少吃亏吧 苏扬一副过来人的模样 与众心长地说道 修仙虽然要修心 却也是要修资源的 太初虽然连连获胜 得了不少资源 可是能够落在你手中的 还是有限的很的 你还年轻 不只是修炼资源 人脉资源也很重要 若是在盟主教中有人为你说话 日后你在太初都会更加有份量 前辈 请浩轩抱全应付到 浩轩不求有份量 只是想要自己好好修仙罢了 想要好好修仙 首先也要有那个条件不适 苏扬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 低沉之中带着几分威胁的味道 本座听说你是太初年轻一代比较被看重的艺人 来日取消云隔禁县供奉这种事情 怕是少不了你也有机会跟随前去尝见试的 若不在此时留好人脉 倒是怕我那些徒子徒孙知道 你在本座处如此不上道 怕会为难你的啊 秦浩轩眉头紧锁 自己出道以来 受到的威胁跟遭遇到的危险真是不少 可那威胁自己的人 今天几乎没什么人有好下场 这苏扬同自己交手 也不见得吻胜自己 他的徒子徒孙 除了能来送人头之外 怕是也做不了别的了 苏扬把秦浩轩的沉默凝重当做了妥协 继续说道 浩轩啊 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啊 线下答应还不算晚 若是想要用拖延时间来换取本座的让步 同你在分成比例上进行调整 怕你是要后悔了 本座耐心有限 你那点小心思 小心会被本座调整成我久你已了啊 秦浩轩心中暗暗叹气 苏扬不愧是盟主教级别的存在 随便派个人出来到下面 处处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前辈 秦浩轩起身整理了一下略为折皱的衣服 冲着苏扬抱拳拱手 浩轩还是拿自己该拿的好了 这种不该拿的浩轩便不拿了 什么 苏扬愕然之间 秦浩轩已经对外面势力的弟子说道 来人 送客 苏扬看着近来开始要送客的弟子 面色一下子变得通红 用手指指着秦浩轩 恶狠狠地说道 你一定会后悔的 而这个时候 门外弟子又来通报 报告秦长老 京绪电使者来了 秦浩轩朝天翻了个白眼 今天这是一个什么日子 怎么最讨厌的人 都在同一天来太初了 难道今天的皇帝便是犯小人 迎恶人不成 让他们进来便是 秦浩轩重回主位坐下 看着苏扬很不爽地离开 同时等待京绪电的人前来 苏扬烦躁地离去 同京绪电的人擦肩而过 若是换作平日 双方必是一番寒暄 只是今日苏扬刚刚丢了面子 心中烦躁 而京绪电的人也有自己想法 双方只是诧异地看了一眼对方 便急匆匆忙自己的事情了 京绪电的人气是冲冲地闯进房间 看到秦浩轩的瞬间 领头之人黎安道人眼睛都红了 恨不能直接将秦浩轩杀掉 他大声吼道 我徒弟清红呢 你最好现在把人给我交出来 秦浩轩有些可怜清红莲的这位师父 直到今时今刻 这黎安道人还不从自身找问题 依然认为是自己拐跑了他的弟子 黎安道人面上轻轻爆出 双手灵气汇聚 一股无形的压力如同高山压顶班朝 自然堂倾覆了下来 秦浩轩看着想动手抓自己的黎安道人 冷冷笑道 怎么 黎安道人是不想回去了吗 太初之上自然堂之中 悍然对太初长老动手 这是对太初赤裸裸的藐视 除非太初都死光了 不然 只要太初还有一人活着 便会同这黎安道人动手 黎安道人动作为之一顿 黄龙凶狠的脸一下子出现在他的脑中 对啊 此地是太初的地盘 而且黄龙真人那东西心狠手辣 若真的伤了这秦浩轩 今天怕是自己这一对人 都要在太初住上一段时间了 黎安道人瞬间清醒 忙回头看了看跟着自己来的几个人 这才想起了自己是为什么来到太初教 京旭殿的人被太初教当作俘虏抓来了 黎安道人十分不甘心地看着秦浩轩 劈头盖脸的呛声道 我京旭殿派人前往西级 去庆和他们度过教节 而你太初居然悍灭西级不说 还将我京旭殿之人一体擒拿 这是何道理 太初是想同我京旭殿开战不成 秦浩轩似笑非笑地看着编著谎言的黎安道人 一字一句地说道 黎安道人 本作要给你纠正几个地方 第一 我太初并未将你京旭殿一体擒拿 第二 玄岳太上长老便并未被我叫擒拿 而是被我长叫真人一箭斩灭掉了 什么 黎安道人顿时眼角崩裂流红 猛然起身怒喝道 杀我玄岳太上长老 好 好 很好 你们太初 看来真要同我京旭殿开战了 真以为你们过了五千年教节 世上便无人能治你们了吗 我京旭殿数万宰大叫 也是百教盟主 要打先盟战 好啊 秦浩轩毫不示弱地报喜 默默指示黎安道人喝道 看看我先盟是否真的便这样 看你京旭殿气压我太初 而不连个屁都不放 京旭殿同西级的前民密谋 如同偷袭我太初 真当我们没有证据 以京旭殿若真敢带人来 我便拿出投影时 让京旭殿的盟众都听听 看看你京旭殿还有什么脸面做盟主 若非我太初有后招 现在怕是已经吃了你们京旭殿的大亏了 秦浩轩一番话说得沉稳有力 直接将京旭殿的来人说得哑口无言了 默安道人今天才发现 这个看起来十分木讷的男人 嘴巴竟然这么厉害 在深知自己理亏的情况下 京旭殿来人陷入了沉默中 就连黎安道人也只是张了张口 却也说不出什么硬气的狠话 还能说什么呢 秦浩轩这小子已经将话都挑明了 想装糊涂也没办法了 秦浩轩看着不说话的精绪惦记人 顺手将早就准备好的一张清单扔给了黎安道人 黎安道人好奇地接过清单 想知道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可当看清清单上记载的那海量修仙材料 顿时明白了 这太初是在给京旭殿开出熟人的单子 这张单子很长 单单被他扫过的一眼 那些资源临时就相当于京旭殿一年的纯收入 黎安道人用力捏紧了手上的清单 面色铁青地看着秦浩轩 用恨不得吃了他的语气说 你们太初叫是土匪我妈 这么多东西 怎么不去抢 抢 我现在不就是在抢吗 秦浩轩很想回对方那么一句 只是这种话若换做是行 还真的说得出口 自己毕竟还是面皮薄了不少 钱贵 那精绪店可以不给 只是 若真如此 下个月初一 你们等着收你们弟子的人头好了 秦浩轩努力模仿着行跟人谈买卖的模样 倒是也做出了几分淡然的奸商神情 你 身为万载大教精绪店的高层人物 黎安道人几百年都没有体会到这种愤怒了 他全身一下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那股威压如同高山压顶一般沉沉落在整个自然堂的上方 秦浩轩体内的道心肿膜大法自动的运转起来 来抵抗这股威压 纵然如此 修为实力的差距还是如同天前一般 黎安道人汹涌如同汪洋一般的威压夹杂着他的怒火在肆虐 秦浩轩面色一朗 全身散发出杀意 他一双漆黑清冷的眼睛放到黎安道人身上 冰冷的开口 怎么 黎安道人是想现在就见到自己门派弟子的人头吗 反正这是太初 黄龙真人如今还在太初 秦浩轩也不怕得罪这位黎安前辈 便是没有守山大正在 掌教真人砍死这黎安道人 怕也不是什么难事 黄龙真人 太初弟子心中无敌的存在 便是对上道恭敬的老祖籍存在 太初弟子也依然有信心 掌教真人会临阵突破战而胜之 黎安道人心中怒火更盛 但是周深的威压却瞬间停了下来 看着秦浩轩肃杀的眼神 他一点都不怀疑 秦浩轩会真的将金序殿那些被俘虏的弟子杀掉 更在黎安道人身后的金序殿弟子一个个满面怒容地看着秦浩轩 他们中有弟子咬牙开口 秦道有真的要跟金序殿撕破脸皮吗 如果你们这种绑匪强盗的行为在修仙界传开 你们以为外面的人会怎么看太初教 秦浩轩笑了 笑得冰凉 他用十分疑惑的语气反问那个弟子 强盗 那金序殿埋伏在我们太初教身后想要将太初灭掉 独吞西吉娇的行为又是什么 阴险小人妈 第926章壁竹堂上一炷香 那名弟子被秦浩轩的话噎得满脸长红 只能用手指指着秦浩轩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整个事情 是金序殿贪婪西吉娇的天降福元在先 又怎么可能理直气壮的要人呢 可是 太初教给出的这张单子也太夸张了 想要那些弟子 竟然要他们五年的纯收入 其中更是包括金序殿都少有的很多天才地宝 如果真的要将这些东西交给太初教 李安道人想想就觉得心在低血 金序殿所有人的脸上全都是难看至极的表情 李安道人平复了自己心头的怒火 他服了服自己的衣精 不想总被秦浩轩压一头牵着鼻子走 开始找有利于自己的话题 秦浩轩你也知道万教先怡开开起了对吧 这个时候得罪我们金序殿 你是打算不去了吗 你们太初的弟子 是想都死在那其中不成 李敢动我太初弟子逝世 秦浩轩宇带冷冽 周深杀气弥漫 金序殿若敢动我太初弟子 我必杀光你们金序殿所在万教先怡的所有弟子 李安道人与他身后的金序殿弟子脸刷得一下就变白了 刚刚秦浩轩所表现出来的气势 令他们心惊 在秦浩轩说话的瞬间 他们竟然感觉到了一股折人的杀气 那一瞬间 他们真的相信秦浩轩所说的话 看着再一次将住的金序殿众人 秦浩轩不想再搭理他们了 便起身说道 没事你们就走吧 看着秦浩轩要离开的样子 李安道人是真的急了 他们这次来的任务就是带回被俘虏的弟子 可是 再次用力捏了捏手中的清单 李安道人做最后的挣扎 既然太初教室这样一个态度 那我们金序殿只能去找你们的盟主萧云格了 往外走的秦浩轩听了此话 停住脚步 似笑非笑地看了李安道人一眼 说道 萧云格 李安道人挺直身体 以为秦浩轩害怕了 微微挑眉 略带挑衅的朝秦浩轩挥了挥手上的清单 对 萧云格 让你们的盟主为我们金序殿做主 秦浩轩摇了摇头 看了看李安道人手上的单子 说道 去吧 不过 我好想提醒你们 那只会更贵 更贵 李安道人的脸这下子是真的白了 他刚刚说去找萧云格 只是不想这真个过程都被秦浩轩压制 想要给太初教示威 其实 他心中也明白 如果真的去找了萧云格 云霄格提出的条件 的确会比太初教给出的这份单子更贵 金序殿的弟子在太初教这样的小教派面前一直是横着走的 可是 今天 他们在太初教的一个小小长老面前吃了一肚子气 把几百年没受过的憋屈在今天全受够了 面对金序殿数个强者的怒目而逝 秦浩轩没有一丝不自在 他不再管面色铁青 将在一旁的李安道人 转身继续离开 照顾好我们的弟子 不能滥用私刑 李安道人压着怒气开口 这时候的他就跟一个斗败的攻击斑 满眼不甘地瞪着秦浩轩的背影 秦浩轩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 随意地说道 放心 会给你们照顾得很好 只是照顾的吃穿费用账本 也会一并给你送去 妈的 真的是土匪啊 这肯定又是一大笔开销 金序殿的人都能够想象得到 太初教会再给出怎么样一张过分的账单了 大堂内金序殿的弟子 这下子连气都发不出来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浩轩高大的背影消失在门边 太可恶了 李安道人生后的金序殿弟子 发出一声暴怒的怒吼 吃熟 太初教的这个臭小子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不将我们金序殿放在眼里 难道我们真的要按照他们列出的清单付给他们这些资源吗 有弟子气不过 直接对李安道人怒声说道 李安道人眉头紧紧地皱起 憋了一肚子的气在这弟子的问话中全部爆发 不给怎么办 啊 你说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飞鹤堂堂主跟我们那些高手被杀吗 不管金序殿的人在大堂主如何咆哮生气 走出来的秦浩轩心中却是十分舒爽的 看着李安道人背弃到铁青的脸 他就觉得开心迈步走到外面 看着太初教弟子都在忙着自己的事 新弟子在练习引气入体 修为高一些的弟子也在各自修炼 他的视线落在了碧竹堂的身上 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忙太初的事情 却有一件压在自己心头很久的事情 一直想做却没来得及做 碧竹堂 秦浩轩坐着仙云车落在碧竹峰之上 平日里炼丹烟雾缭绕的碧竹峰 如今却找不到半丝的烟雾 有的 只是条条白杖 西极一战 太初之陨落一人 便是碧竹堂的堂主碧竹子 秦浩轩迈搏来到碧竹堂的大殿前 长生排位静静地立在大堂之中 庶名碧竹弟子披麻戴笑地跪在那只装有碧竹子的棺材旁 秦浩轩站在门外 他看着那静静的棺果 说起来 秦浩轩对碧竹子的印象并不深 若非是李静 他对碧竹子的印象会更浅 在秦浩轩的印象之中 他只是碧竹堂的堂主 虽然不是一个符号 但也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存在状态罢了 虽然经常相见 秦浩轩对碧竹子的印象却还是非常模糊 甚至在这一刻 他都想不起对方的英容笑貌 秦长老 有碧竹堂守灵弟子发现了秦浩轩 一声呼唤打断了他的回忆 我来给堂主上炷香 秦浩轩迈步走入灵堂 几名守灵弟子齐刷刷跪地磕头还礼 秦浩轩燃香看着棺果 一时间却不知该如何上前 送离太初之人的事情 他不是做过一次了 蒲师兄 玄机子师父 太初教杰的诸多同盟 可 这次 秦浩轩却难以将燃香插入那香炉之中 他欠碧竹子的 秦浩轩一直觉得 自己不欠别人什么 可 面对碧竹子的棺果 他发现自己欠对方很多 礼敬被废 虽然是他咎由自取 可对碧竹子来说呢 碧竹堂的希望那是 而 礼敬被废 此种归了自然堂 虽然事后送给了古云堂 可碧竹堂呢 碧竹子的心中没有怨吗 秦浩轩想来 那应该是有怨有恨的吧 换作自己 也会怨恨 可 这人却为了救自己 而死 秦浩轩看着壁竹子 那模糊的记忆渐渐苏醒 那英俊的中年男子 面上带着祥和 说话时的面上总有挂着浅浅的善意笑容 哪怕是战死的一刻 他的脸上挂着下笑容也是满足而祥和 你来做什么 秦浩轩身后想起了冷冷的问话 他回头看去 发现是一名年轻的弟子 这弟子的名字 自己甚至都叫不上来 他努力地想 才想起来 这是壁竹堂前几年收的一颗饱满仙种的弟子 好像是叫做高无忧吧 高无忧的年纪不大 生的也算是贱眉心目很是俊朗 身上带着一股子的锐利之气 那是一种不让人讨厌的锐气 属于年轻人的朝气 高无忧的眼中带着几分怨恨 冷冷地盯着秦浩轩 秦浩轩看着高无忧 这便是壁竹堂的新希望吧 只是 比起李靖的资质差了太多太多 无忧 修得无礼 有弟子起身去猛力拽扯高无忧 想要将他拽出灵堂 却只是拽得他一身白色校服变形 人确立在原地位动半分 你来做什么 高无忧带着年轻人那生硬的直傲 含着怨恨的眼中还带着泪光 语气充满了委屈跟哭腔一遍遍地问着 你来做什么 你来做什么 秦浩轩知道 高无忧讨厌自己 不是那种讨厌 只是单纯的因为师父为自己而死 心中带着委屈 我来给堂主上炷香 我师父 不需要你的香 高无忧顶着众人的拽扯 强行走向秦浩轩 要去夺他手中的香 嘴里说道 我师父 不需要你的香 你费我礼敬师兄 害我师父一夜白头 离取我师兄子种 害我师父夜夜咳穴 现在跑来装什么好人 我师父 我师父不稀罕你的香 我师父不稀罕你的香 无忧 你发什么疯 无忧 无忧 你发什么疯 无忧 几名守灵弟子七手八脚地拽扯着高无忧进行劝阻 你们别阻我 怕他作甚 了不起连我也废了便士 他没资格给师父上香 师父先是这么久 他现在才假惺惺地过来 装什么好人 秦浩轩 睁睁睁地望着高无忧 他不知道壁竹子一夜白头 因为见到的壁竹子还是满头青丝 现在想来 怕是用了什么灵法改换了发色 他更不知道壁竹子伤心成疾夜夜咳穴 若是知道 虽然也会废掉礼敬 却会考虑如何补偿壁竹子 秦浩轩无法回应高无忧 自己来的确实施晚了 无论有什么忙的借口 对于自己救命恩人的上香 自己确实来晚了 第927章仙凡之事一手抓 秦浩轩不再去看高无忧 他转身将香插在了香炉之上 他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 饱满的仙种 这个资质足够了 自己还不是一颗弱种而已 也一样走到了今天 不能插 不能 高无忧看着秦浩轩插香 近乎绝望地在吼叫 秦浩轩插香转身走近高无忧 其他壁竹堂弟子都低头不敢去看他 可高无忧便是那么仰着头 眼中的倔强不解 想杀我 秦浩轩声音中带着几分瞧不起的冰朗 凭你 还不够资格 壁竹子为我死 是他的光荣 秦浩轩 高无忧陡然咆哮 他不允许有人这般侮辱自己的师父 理尽都不行 你算什么东西 秦浩轩俯视着倍数人压在地面上的高无忧 一颗饱满的仙种 资质不错 倒是对我有些威胁 既然如此 我便不能让你成长起来了 秦浩轩化阴落 一道领法将高无忧完全捆住 几名本是在按着高无忧的人立刻高无忧保卫在中心位置 警惕地看着秦浩轩 敏文 也挡得住本做妈 若是壁竹子还活着 或许能做到 秦浩轩长袖挥洒将人扫得东倒西歪 随手将高无忧设在手中执非劫狱 在壁竹堂上空留下一句话语 高无忧目无尊上 冲撞太初长老秦浩轩 打入劫狱 劫狱 几名壁竹堂弟子蒸蒸地望着消失的秦浩轩 连滚带爬的直奔皇帝锋 如今能救得了高无忧的 只有黄龙掌教了 秦浩轩将人带入劫狱 随手打开了安和桥的那座大牢 安和桥正在透过劫狱赏月 看到秦浩轩带了各弟子进来 也是有些意外 他打量着高无忧半赏 又看向了秦浩轩 等待着这位太初如今风头最盛的年轻长老 给自己个交代 秦浩轩议长打晕了高无忧 抱拳拱手 毕恭毕敬毕说道 前辈 晚辈想请前辈帮个忙 安和桥静静地听完了秦浩轩诉说的一切 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要我叫他 然后杀你 秦浩轩点头 仇恨 安和桥微微皱眉 又摇头说道 不是一种好的力量 秦浩轩点头 安和桥看着不说话的秦浩轩 又缓缓点头 却是最适合他 让他修为快速提升的路子 秦浩轩再次点头 可 仇恨会容易让他心魔丛生 安和桥再次皱眉 短期修为快速增长 未来却并非好事 秦浩轩抱拳拱手将腰弯得很低 头也压得很低 好吧 本作的性子 确实可以让他做到心魔不那么丛生 安和桥摇头 只是 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秦浩轩还是弯腰抱拳 安和桥罕见地翻了个白眼说道 滚蛋 滚蛋 本作不想看到你 理这求人的样子 很是讨厌 秦浩轩弯腰低头步步到腿出了结狱 他知道安和桥很特殊 若是其他人在仇恨忠诚常常起来 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可能他的世界变坍塌了 可安和桥不会 他经历巨变 依然这般淡定 修为还如此增长 高无忧只有在他的手中 才能成长迅速 才能性格不出现偏差 安和桥看着地上还在昏迷的高无忧连连摇头叹气 太初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只给我师父惹事 让我师父不得安生 这秦浩轩同我并非一个师父 却也给我找事 而这小子我见也没见过 也跑来给我惹事 回头再见到师父 并要师父好好教教他们 少把麻烦送到劫狱来绕我清静 秦浩轩退出劫狱 仰望太初大山南南道 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老祖现在怎么样了 自从华一道人去了坠仙谷 就再也没有传出过消息 秦浩轩心中一直放不下 现在既然有时间 那我就去看看吧 打定主意 秦浩轩展开自由之意 如同一道雷电搬闪过空中 眨眼间就飞了数千里 秦浩轩能够感受到疾风 现在都被自己甩到身后了 原本需要大半天的路程 秦浩轩不过一个时辰 就飞到坠仙谷 他按照记忆中的路线 来到了奈何 奈何依旧恐怖 秦浩轩只能在远处望着 这该怎么过去呢 发愁地看着这条熊鹰 都飞不过的奈何 被阻挡在小岛外面的秦浩轩 皱着没想早晚 要将这条河给收了 秦浩轩目力极好 能够看到 看到岛内大半的景物 但是小岛上静悄悄的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自从骷髅夫人与龙月臣 两个集到谋修逃离这里 小岛上还残留的鬼奴 也没有了命令 不知道屋在哪里 完全看不到人影 而岛上有没有动物 从外面看起来 就是死一样的安静 老祖应该是深入岛内了 我在外面这样看 也看不到老祖啊 秦浩轩微微皱着眉 将然后将虚空之周取了出来 看了一会 虚空之周是先王设计的法宝 不知道能不能渡过奈何 奈何静静地环绕在小岛周围 秦浩轩还能想到当初奈何中英魂 如何将一只小鸟丝掺入腹 那种恐怖的画面回想起来 令秦浩轩也是一阵皱眉 就在这时岛内深处突然冲起一片滑光 祥瑞的云霞在周围聚拢 无数的符纹骤然而起 铺满了整片天空 符纹上金色的脉络交织一片 形成一幅奇异壮观的景象 那文络之古仆 如同上古时候所刻画 带着更古的悠扬与振折人心的力量 在奈何远处徘徊的秦浩轩 一下子感受到了那种神秘又强大的力量 看着这幅景象 老祖应该没有什么事 秦浩轩暗自私存 便决定不进去了 一来 他没有把握能够安全地度过奈何 二来如果老祖真的在里面遇到了大机缘 或者正在冲关的关键时候 他进去了就是一个变数 也会增添老祖冲击到恭敬的危险 再次深深地看了小岛一眼 秦浩轩才记起自由之意 回到了教派 他刚刚在自然堂坐定 就有弟子来报 启禀秦长老 降龙国的皇帝亲来 想要拜见一下教派 凡人皇帝 秦浩轩一愣 随即想起现在的降龙国 应该已经吞并了原本在西级教管辖下的烈火国 也许是那些事情 便对传信弟子道 将皇帝带到这里来吧 是 秦浩轩刚刚拧了一口果茶 那个降龙国的皇帝便对待了 纵然是凡间的九五之尊 但是来到太初教之后 独自前来的龙泽还是自觉地矮了一头 就算是对一个接引弟子 他也照样是毕恭毕敬 不敢有丝毫的语举 来到自然堂之后 龙泽更是处处小心 生怕自己哪一个动作惹得先人不快 秦长老就在里面 你自己进去吧 听到身边这个仙人的话 龙泽立刻朝他拱手弯腰 这才服了服身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走了进去 一进入大堂 龙泽就看到端坐在椅子上的秦浩轩 秦浩轩明明什么也没做 龙泽却觉得额头的汗都要流下来了 眼前之人有一副刀削腐克般刚毅的脸 眼睛污亮有神 周身弥漫着一层强大的好像能亘古长存一般的气息 面对这个人比面对外面刚刚那的弟子压力要大得多 令龙泽连气都不敢大声出 降龙国龙泽 拜见秦仙人 走近了一些 龙泽就立刻双膝跪下 秦浩轩看了这个皇帝一眼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 身上有凡间的王者气度 但是却因为那股对修仙者的崇敬与惧怕而有些战战兢兢 起来吧 秦浩轩不带感情的声音响起 龙泽如蒙大赦 又是道谢之后 才起的身 略略拱着腰站在一旁 你来的也是时候 这是一些能够严受的丹药 拿去吧 秦浩轩说这话 他桌子上的一盒翠玉色景盒就凭空来到了龙泽身边 虽然早就见识过仙人腾空驾雾 但是当秦浩轩施展灵法将锦和递到龙泽面前的时候 龙泽还是激动了 他用自己绣着九爪真龙的衣袍使劲擦了擦手 才小心翼翼地将稳稳扶在半空中的锦和接过 然后又是深深朝秦浩轩鞠躬道谢 谢谢仙人 谢谢仙人 龙泽这次来 一是来向神教众位仙人禀报 烈火国已经完全归顺于我们降龙国了 第二件事情是降龙国西方大汉 而我们却束手无策 龙泽说着这些话 面上一直维持着小心翼翼的神色 恩 知道了 西方大汉之事 我会派弟子前去施法的 秦浩轩朝龙泽轻轻点了点头 龙泽现出感激之色 然后接着道 仙人大恩 还有一件事 是降龙西南方向发生了洪涝 而且对那地方的官员来报 情况非常严重 已经数次治理过 却完全没有成效 秦浩轩点点头 那里我也会派门内弟子去的 还有什么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龙泽带降龙国的百姓谢仙人大恩 派弟子将龙泽送回降龙国之后 秦浩轩便直接从自然堂挑了两个个弟子 让他们分别去了降龙国西方旱灾与西南方向洪涝的地方 便不再关心这件事了 第928章俗世在玉曹清华 毕竟为凡人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修仙界中 甚至连弟子历练也算不上 凡人国家的那些洪涝旱灾 即使先描进的弟子都能够轻易解决 自然也不会被秦浩轩放在心中 自然堂的弟子被派出去的第三天 去往西方旱灾地区的弟子就已经回来复命了 而在第三天晚上 去往西南方向治理洪涝的弟子也回来了 但是回来的许文却十分狼狈 衣衫破烂 胳膊与腰腹上还带着几道血痕 许文飞到太出郊的山门就已经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还是被守门的弟子发现 然后嫁回自然堂的 秦浩轩赶到许文房间的时候 他已经服下了丹药 醒了过来看到秦浩轩便要挣扎着下床跪拜 却被制止 许文怎么回事 不过是洪涝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 骑饼老堂主 弟子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不是普通的洪涝 而是沿海处有一条成精的大蛇 许文虚弱地说道 弟子修为浅薄 不仅打不过那条蛇精 还被打成了这样子 那蛇精凶残暴虐 弟子能够活着回来还是因为那里有路过的散修 牵制住了那蛇精 说到最后 许文羞愧地低下了头 秦浩轩先是检查了他的伤势 口中说道 这不是你的错 我也没想到凡间发生洪涝是海中精怪作祟 你先好好修养身体 曲文说了这么多话 其实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 见秦浩轩要走还是想要起身拜送 但是被秦浩轩摆了白手 这才作罢 秦浩轩离开这名弟子的房间后 看着西南方向 没有做过多的思考 就找来自然堂的管事 交代了一下 便展开自由之意 就要朝祥龙国发生洪涝的西南方向飞去 芝芝 秦浩轩还没飞起 一惊就被腾空跳起的小精抓住了 秦浩轩看着挥舞着上肢的小精 很宠溺地摇头一笑 就将变小的小精拢在手臂中 朝西南方向飞去 秦浩轩身如闪电 几个瞬息间就能够飞过近千里 普通弟子几天一个来回的距离 于他而言不过是半刻钟就到了 当秦浩轩临近那西南的海岸时 就看到那处阴云会拢 海浪滔天 有灵法的光芒从狂吼的海风中一闪而过 秦浩轩看到那灵法之时 眼睛一亮 那竟然是太出胶的灵法 可是许文说的是碰见了一个散修 秦浩轩心中一动 眨眼间便来到了那蛇精坐碎之处 看着正与蛇精激战的年轻人 秦浩轩愣在了半空中 是他 竟然是曹清华 这太出乎秦浩轩的意料了 他从没想过 与曹清华的再次相遇 竟然是在种时候 过往一幕幕重回眼前 秦浩轩不由地感叹 原来那段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 他突然想要解释一下 曹清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 领在半空中的秦浩轩 就是一个审视自己弟子的师父 静静地看着下方正与蛇精斗法的曹清华 那条大蛇成今日久 在这处海岸兴风作浪的畅快自在 就连正统修仙教派派来的弟子都被他打成重伤 正式的意之际 却被这个半路出来的散修给缠上 更令他奇闷的是 这三修修为与他相差无几 战斗经验却很丰富 令他几次都要吃亏 吼 再次被曹清华集中自己的蛇精怒吼一声 震得海浪滔滔 仿佛要击碎海岸边的土地一样重力地拍打着 蛇精身长十数丈 一双眼睛如同灯笼一般挂在他长长的舌头上 在夜幕中散发着悠悠绿色 阴险而冰朗 小子 你不过一介散修 难得修为如此 甚至能够与我比肩 又何必生死相拼 这里的人与你有何关系 我们再斗下去也不过是两败俱伤 你散修修行辛苦 值得吗 蛇精声音粗犷而雄浑 每一字出来就如同惊雷乍起 真的半空中的阴云都在战斗 秦浩轩完全没想到 这蛇精竟然会说话 而且还说得如此蛊惑人心 秦浩轩有点期待 曹清华会怎么回答了 曹清华一身灰色衣袍 再漠然一般的黑发 与浓黑的夜色融在一起 他面容刚毅 一双眼睛亮如星子 面对如同高山一般的蛇精 却没有半点退却 而是稳稳地立在半空 气势凛然 如果你在其他国家兴风作浪 我不管 但是 这里不行 曹清华的话很短 声音清澈 相对于蛇精似惊雷般的声音 甚至有些轻缓 但是其中所带出的凛然气势 却丝毫不输蛇精 甚至隐隐更胜一层 隐在半空中的秦浩轩欣慰地笑了 蛇精听了曹清华的回答 突然就暴怒了 蛇尾大力地拍打着海面 激起水帘一般高大摆杖的大浪 蛇身在曹清华面前不住地扭动 仿佛下一秒那巨大的身体就会腾空而起 将曹清华吞灭 愚蠢的家伙 你是一根筋吗 你一个散修 竟然还管这些凡人俗事 蛇精暴怒的咆哮 引得天上阴云更成 有雷光一闪而过 曹清华面对全身散发着威压的蛇精 半步不让 他手无账物 单人立在蛇精前 一双眼中是坚决的眼神 这里是太初教管辖的地界 就凭这一点 我就不会让你在此肆意伤人 离开这里 是你最好的选择 蛇精眼中突然迸发出两道森寒的杀意 只有这里最适合我 既然你如此愚蠢 那我也比不比再多浪费口舌了 说完这句话 蛇身突然暴大 蛇精一双眼睛射出的两道幽绿色的寒光 好似有实质一般 带着风锐似能切割一切的镜头 刷得射向曹清华 曹清华周身闪耀着柔和的白光 身子似由龙一般灵活 夺挡着蛇精射出的两道幽光 但是那两道幽光近身之后 突然迸射成千万道 形成了一片光雾 兜头朝从曹清华扑下 曹清华面上显出凝重 飞速地记起灵法在身前阻挡 却没办法完全躲过 左臂瞬间被割伤 一股森寒至极的冰冷之气 通过伤口冲入他的身体 令他灵气一致 纵然受伤 曹清华的双脚还是稳稳的立在原地 没有后退一步 蛇精看着曹清华流血的手臂 狂笑出声 第二波攻击再次发出 蛇精面色争鸣 明显想要一举将曹清华掩灭 既然你想死 那蛇爷爷就成全你 蛇精嚣张地响彻耳边 生死一瞬 曹清华想起在太抽胶的情景 想起秦师兄的帮助 以及最后针针教诲 他慢慢闭上眼睛 再次睁开时 里面一片绝绝 现在自曝 与蛇精同归于尽 保护了身后降龙国的一众平民 也算是为门派尽忠 对得起师兄的教导了 在蛇精两道幽光再次袭来 曹清华准备自曝与之 同归于尽的瞬间 一道金黄色的身影 突然从半空中飞出 带着一股仿佛能够压碎虚空的威能 压得想要发威的蛇身都矮了半截 什么东西 蛇精又精又怕的声音轰隆隆传来 他能够感受到那巨大的修为差距 啊 小精窜出之后 伸出自己正亮的爪子 猛地朝蛇身左右抓了一把 小精的爪子无比锋利 他又在太初教经历过了一年的天节 劫后还疯狂吃了无数的灵宝 现在的他 战力非常 远不是蛇精这种刚刚修炼得到的精怪 能够比得上 蛇精被小精一爪子抓得皮肉破裂 剧痛之下翻身倒进了海里 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就随着海风飘了起来 在海面上铺腾的蛇精能够感受到秦浩轩释放出的威压 好似高山一般将他团团笼罩 不仅灭了他逃跑的心思 更令他心中泛起惊惧 大仙饶命 大仙饶命 原本还嚣张不可一世的石精 现在竟然完全是一副瑟瑟发抖 生生求饶的样子 曹清华无语地扯了扯嘴角 这才看向来人 秦师兄 曹清华完全震惊了 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 他激动地双手都不知道该如何放了 只是不住地在心中问自己 这是真的吗 秦师兄真的在我面前 秦师兄救了我 秦师兄 秦浩轩面上带着欣慰的笑意 曹清华与蛇精对阵的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 并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这就是自然堂的弟子 就算离开山门 那股韧静 那股不屈服的精神却是不灭的 好孩子 果然没有丢自然堂的人 秦浩轩大笑着拍了拍曹清华没有受伤的手臂 然后从乾坤带中取出了一瓶清香四溢的药瓶 打开瓶盖 将里面的青绿色的药液倒入了曹清华的伤口中 药液中充沛的药力 即刻起了作用 那种阴寒的气息被药气所清洗 并令曹清华手臂上的痛意消失不见 师兄 真的是你 曹清华看着为自己倒下药液的秦浩轩 终于确信了身前之人是真的 惊喜诧异之下 种种纷繁的感情营荡在心间 令他眼睛一度变红 是我 你小子也不错啊 没有断了修仙之路 自己走上来了 秦浩轩嘴角的笑意一直没有消息 看着眼前的曹清华也是感触良多 第九百二十九章一网袭岁月争容 师兄教诲 清华不敢忘 曹清华面对秦浩轩时 又恢复了以往在太初教之时的弟子身份 眼中全是崇敬 这几年你是在到处游历吗 过得如何 听到秦浩轩的问话 曹清华立刻将这几年的过往一一说了出来 原来 当初秦浩轩离开后 曹清华便日夜不待地修炼 不想因为远离太初教就将自己耽误 但是他修习完从太初教学习的灵法后 感觉到如果没有更加强大的功法或者机缘 他的修为也许就停止不尽了 为了防止这一点 他便开始游历祥龙国 幸运的是 他曾经掉落过一个鼓动 机缘巧合之下 从中得到了一些先缘 才能有今日的修为 而他也是昨日前才偶然来到这里 遇到蛇精作祟的 虽然曹清华讲得简单 面上也是轻松之色 但是秦浩轩能够从他简单的话语中 看到他在修仙路上所经历的那种谋难与刚毅的决心 李这些年一定受了很多苦 秦浩轩看着曹清华轻瘦的样子 面上带着叹息说道 师兄 清华不苦 没有断了修仙之路 还能够接着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弟子就不觉得苦 茫茫无尽头的海水一波涌着一波 滔滔不绝地拍打着海岸 阴云散去 天上的繁星都露了出来 秦浩轩透过曹清华坚毅的脸庞 能够感受到他内心不屈服的斗志 这令秦浩轩心头也涌起暖流 这不就是修仙的真谛吗 纵然前路贤祖重重 我自毫不畏惧 秦浩轩将随身攜带的乾坤带取出 那本书林所画的灵法秘笈 在他的手心散发着蓝色的光滑 这本秘笈你拿着 曹清华看着秦浩轩手心的秘笈 嘴唇紧明 在抬头之时 一双眼睛发亮地看着秦浩轩 年轻的面容上全是坚韧之色 谢秦师兄 很多时候 话语反而会变得苍白 千言万语凝聚心口 嘴上却是一个字都说不来 曹清华双手紧紧地握着秘笈 就好像握着自己的信仰 看着秦浩轩大大方方的结果 秦浩轩脸上的笑意更深 曹清华知道自己的路在哪 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这样的弟子 未来的路一定会走得更远 秦浩轩想起自己 仙树上仙王留下的一些气息 便将自己高不见顶的仙树祭出 催动灵气 属于仙王的大道气息流转而出 曹清华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切 无数金色的符纹围着他绕转 他好像陷入了一中旋而又旋的境界中 空灵又沉静 漫天的黑幕在他眼中渐渐散去 纯白的色彩像是海洋一般无边无际 将他环绕 那些金色的符纹 以及漫天的星辰都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以天地自然的大道规则形成一幅幅灵动的图案 一一铺展在他的四方 好像过了很久 又好像只是一瞬的时间 这种奇妙到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舒服地张开了的感觉 才从曹清华的身体中消散 师兄 曹清华从那种境界中脱离的时候 睁开眼睛 就看到黑色的天幕已经散去 海天相接的地方霞云缭绕 一轮红日刚刚从无边的海面露头 秦浩轩一夜未动 见曹清华从先王气息中清醒过来 心中更是安慰 虽然曹清华是弱种 但是多年的游历 不仅加强了他的道心 更令他对修仙大道有了自己的理解 而自己刚刚释放的先王气息 不过是令他理解得更加透彻罢了 曹清华彻底清醒后 那股激荡在心间的空灵之感更甚 他也明白 刚刚自己是见识了什么 望着身前的秦浩轩 曹清华眼眶一热 双戏跪下 身垂着脑袋 用他略带哽咽的低哑声音道 师兄放心 清华一定不负师兄众望 修仙之路 清华一定走出自己的道 好 我会看着你的 秦浩轩将他拉起来 然后又取出另外一个乾坤袋 交到曹清华身边 这个你也拿着 你现在没有门派 以后的路会很难 有决心很重要 但是这些资源也不能少 曹清华睁睁地看着身前的乾坤袋 眉头紧紧皱着 就算不将那个袋子打开 也能够感受到里面汹涌澎湃的灵力 以及流露出丝丝神华的法宝 师兄 我 拿着 秦浩轩将东西再往前递了一地 用另外一只手搭着曹清华的肩膀 你不是说会在修仙之路上走出自己的道吗 师兄相信你 你既然还喊我一声师兄 就将这袋东西拿着 不要辜负的期待 泪水终于破提而出 曹清华用双袖胡乱地擦着脸上不断落下的泪珠 可是他擦得再用力 也擦不干净 结果了乾坤袋 曹清华 再次深深地朝秦浩轩行了一个弟子礼 用红红的眼睛看着他 师兄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看着曹清华的面孔 秦浩轩有一瞬的恍惚 那被他深藏心底的画面再次浮出脑海 寒冰冰封的皇帝风 背豪的冷风 鲜血便染的土地 以及泪流满面 却在也不会有呼吸的罗茂勋 秦浩轩原本以为 这些画面已经被他很好的放在心底深处 只要不去碰触 就不会想起 可是 在看到曹清华瞬间 他死死压制自己不愿去想的那些画面 还是来到眼前 有些事情本就如影随形 深入血液 是伴随着每一次呼吸的存在 怎么可能忘 就算是痛到难以忍受 那些画面 还是在 失去自己亲自教导的弟子 这种感觉 如同撕裂心肺一般 秦浩轩看着眼前的曹清华 突然有一种将他带回太初教 再也不让他遭遇危险的冲动 这一次的时经 是有他及时赶来 下一次呢 还会有谁来帮他 秦浩轩一想到这些 就感觉心中难受 而且 这么多年 曹清华一直是一个人独自游历 他难道就不会觉得孤独吗 李根 你跟我回太初教吧 这句话差一点就脱口而出 当秦浩轩看清楚曹清华面上的刚毅坚决 看清楚他一双眼睛中充满对未来蹊迹的神采时 停顿了一下 然后在心中苦笑 我这是怎么了 竟然如此患得患失 他有自己的路要走 而且会走得更好 这时候小金已经又蹦踏着回来了 那条蛇巾变得只有巴掌大小 被小金握在手中把玩 秦浩轩心中一动 然后双手捏出一个发掘 皮囊囊的种子骤然而出 带着不祥的暗黑色气息没入了石精的身体 原本乖乖装死的石精 全身一下子僵住了 秦浩轩嘴角勾起一抹笑 从今天开始 你就跟着他 护着他 不能让他出一丝意外 否则 这颗皮囊囊的灾难种子 我随时都会将它引爆 原本还想挣扎一下的石精 听到秦浩轩的话 立刻捏了 秦浩轩一双清冷的眼睛扫过石精 蛇精只觉得好像被天敌雄鹰盯上了一般 一股寒意瞬间窜遍全身 是是 我一定听大仙的命令 好好护着主人 蛇精修行数百年才能够有今天 自然经历过无数的大风大浪 剑锋转舵的本事也练就得炉火纯青 以蛇精多年的经验能够感觉到 他眼前的秦浩轩绝对是从无数血战中杀出来的狠绝人物 他招惹不喜 而且那颗灾难种子就在他的身体内 那股阴寒不祥的力量更是令他心惊 不顾曹清华的诧异 蛇精以万分柔顺的态度 十分利落地爬上了他的肩膀 秦浩轩对着曹清华 带着笑意地说道 这条蛇精修仙多年 让他跟着你 也能为你解决很多问题 曹清华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秦浩轩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师兄放心 清华一定会保证自己的 修仙之路路漫漫 未来 只要太初教有需要 清华就算远在天边 也会赶来 秦浩轩欣慰地笑了 清华 你只要记住 还要保证自己是安全的 就是师兄最大的欣慰 好了 你走吧 师兄 弟子走了 再次深深地看了秦浩轩一眼 曹清华才飞上乾坤带中的飞舰 身如流光般离开了这里 谢大仙救命之恩 谢大仙救命之恩 就在曹清华飞如入半空的瞬间 海岸边上早早汇聚而起的无数平民 跪地高喊着这些 曹清华与蛇精大战一天一夜 就算被打伤也不后退一步的英姿 深深映入了这些平民的心中 在一片恩谢声中 秦浩轩也收回目送曹清华的目光 北生自由之意 带着小精朝太初教飞去 小精啊 那么个蛇精都能说话 你修为比他高多了 你怎么不会说话 秦浩轩摸着小精柔顺的金毛 皱着眉头不解地问道 小精吱吱地叫了几声 然后抓了抓脑袋 用他的大眼睛看着秦浩轩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秦浩轩抽了抽嘴角 问不出个究竟 也只得将这件事放下了 等秦浩轩回到了太初教 直接去了补天阁 看着正陷入沉睡中的行 他心中叹息一声 盘定而坐 再次将数百株灵药用灵力打成积粉散入药池 灵药的药力缓缓进入行的身体 秦浩轩看了一会确定行无事 便离开了 今天毫无预兆地看到曹清华 很多往事一幕幕地从秦浩轩的脑中出现 纷乱又找不到源头 清风吹着树上浓密的树叶 浦成一曲好似细雨来临的声音 秦浩轩从英灵山上的小路走过 慢慢地路过太初教历代的新列 最后来到埋葬自然堂弟子的地方 全基子与蒲汉中的坟墓没什么变化 这么多年过去了 罗茂轩的新坟也变成了旧坟 秦浩轩看着这三个相邻的坟墓 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力气 他苦笑着叹息一声 然后一下子坐在了坟墓前面的土地上 千万句言语汹涌在他的心中 快要爆炸了 师父 我今天看到曹清华了 您还记得他吧 他就是跟茂轩一起进入咱们自然堂的一个小弟子 说道罗茂轩 秦浩轩的心好像被针扎了一般痛了一下 很细微却有些难以忍受的疼 茂轩都离开这么多年了 就算心中在苦涩 秦浩轩也逼着自己开口 因为在心底埋葬多年的关于罗茂轩的伤口 已经溃烂 如果再不将他拿出来 恐怕会将他的心腐蚀 这件事 的确是弟子做得不对 没有好好教导师父认可的自然堂接班人 让他出了那样的事情 秦浩轩觉得自己的喉咙发紧发色 说出的声音也渐渐的低了 茂轩是个好孩子 就算是犯了错误 但是最后也没有丢自然堂的人 师父 我们都没有看错人 听着风吹过树林的声音 看着眼前冷冰冰的粉墓 玄机子 蒲汉忠 罗茂轩 第930章 一老一少教真心 这三人是秦浩轩进入太初教自然堂之后 对其最重要的三个人 秦浩轩眼眶有发红 然后他狼狈的一笑 好像要演示什么一样抬头看了看天 再次开口的时候 声音大了很多 哎 茂轩现在肯定在陪你们 师父 师兄也千万不要生他的气 好了 不说他了 曹清华也是个好孩子 他现在四处游历 也得到过自己的先缘 我也曾想过将他带回来 但是也知道教规不能违背 再想想 云游四方也不错 他很坚定 我也相信他 修仙之路上 他一定会走出自己的道 自然堂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 弟子们也都勤奋 更重要的是他们团结 这让我很欣慰 现在我看好一个小弟子 但是却不想这么快再定下自然堂接班人了 想让他们都磨练磨练 还有我的兄弟 行 自从他为了我受重伤 到现在也没有彻底好起来 不过 我一定不会让他出事的 我们几个月前将灵教西级叫灭了 也算是为上次天节后在战乱中死去的弟子报了仇 但是 我们没想到的是 壁竹堂的堂主为了救我们 也牺牲了 秦浩轩像是打开了画夹子 将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话 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 全都说了出来 有时候 说得伤心处 会有轻柔的风打着卷从他脸颊旁扶过 就像那些逝去的人 再将他轻轻地安慰 不知不觉 正午的太阳都偏西了 秦浩轩整个人沐浴在红霞中 说了一下午的嗓子有些嘶哑 我想你们了 这五个字 心飘飘的 很快就消散了 秦浩轩也慢慢地安静下来 令人怀疑 那五个字他真的说过吗 在这干嘛呢 黄龙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秦浩轩现在回忆的恍惚中 没有立即起身 当他回神的时候 黄龙已经毫无掌教 威严地与他一起坐到了地上 那姿态就跟凡间 一个普通的老人一般 秦浩轩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样的黄龙 心中竟然唯唯一酸 掌教 黄龙摆了摆手 你不会跟那些老骨头们一样 要说我这举动不符 合一教之主的身份吧 黄龙这话一出 他与秦浩轩都笑了起来 黄龙感叹地看着 他们身前的坟墓 然后摇了摇头 说道 你不知道 以前啊 我可是十分不喜欢你的 秦浩轩敏纯笑了 以前啊 两大子种 因为你闹得水火不容 须与这个丫头 甚至说过 要我杀掉张狂 当时我就怒了 为了太出交的未来 甚至一度想过将你杀了 那时候的你啊 就跟臭石头一样 实在令人头疼 一股子强脾气 可算是让我知道 我以前的长辈们是怎么头疼的了 哈哈 秦浩轩也觉得好笑 跟着黄龙大笑出声 可是呢 渐渐的 你就让我刮目相看了 不论是为人 还是在修行上 让我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有时候看到你我才恍然 我都要将几百年前的自己给忘光了 秦浩轩静静倾听着 他能够感受到 黄龙话音中对过往时光的留恋 也能够从黄龙近乎回忆的话语中 想起那么多年前的自己 以前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你小子竟然能够走到今天这个高度的 你的道心坚固 运气好到令人羡慕 为人行事又有自己的准则 虽然是弱种的资质 修为上却不比子种差 真是奇迹啊 黄龙感慨着 师伯曾经说过 你秦浩轩可当长教 秦浩轩一直没有说话 而始终看着玄机子坟墓的黄龙 突然将目光转向了他 你是怎么想的 想不想做长教 秦浩轩笑了笑 看着身边的黄龙说道 我看长教你也挺惨的 如果长教没有做这一教之主的话 肯定会更自由自在一些 秦浩轩的话令黄龙微微一愣 然后耸了耸肩 再问道 你不想做 秦浩轩眨眨了眨眼睛 认真地说道 如果门派需要我做长教 那弟子一定不会推辞 如果门派不需要我做长教 那弟子也乐得自在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修炼 看着秦浩轩黑亮的眼睛 黄龙突然感受到了他的真诚 一时间也没有接话 秦浩轩从英灵山上望去 轻轻叹了口气 说道 其实 我个人是不想做长教的 我们门派里有张狂与徐宇两大子种 他们的潜力更高 我相信也能够带领门派走得更远 站得更高 说实话 比起做长教 弟子更想要的是踏破虚空 举霞飞升 听了秦浩轩的话 黄龙也顿了顿 然后又问道 那你觉得 张狂跟徐宇两个子种 他们谁更适合做长教 自然是张狂更适合了 秦浩轩很快就回答上了 黄龙微微惊讶地看着秦浩轩 他一直以为秦浩轩会选择徐宇 秦浩轩笑了笑 张狂的性格外放 更适合做长教 比起徐宇 张狂形式上更能担得起一教之主 徐宇虽然也是万柔内刚 也适合长教之位 但是按照弟子私心来说 还是不希望他来担这一教之主 毕竟 这个位置上的人 都太累了 黄龙哈哈笑了一声 然后再问 你觉得副长教之位 你适合吗 副长教 秦浩轩想了想 没有明确给出回答 以后看看再说吧 也许慕容超会适合 这个位子也说不定 黄龙摇了摇头 有些事情可是胡弄不过去的 真到了那时候 你就必须要站出来 在未来 秦浩轩你就算不是长教 那也一定是副长教 对于你当副长教 我也是存了私心 觉得这样安排的话 对太初教也是最好的 而且你不论是为人还是行事 比起其他人都更加的得体 看着好像现在就要定下 不知道多少年之后 才会发生的事情的黄龙 秦浩轩无语的在心中翻了个白眼 无奈地说道 长教 您现在谈论这些有些早吧 你现在可是正直壮严啊 黄龙淡然一笑 看着面前不远处玄机子的坟墓 对秦浩轩说道 我的确是正直壮严 但是我的寿源并不是很多 秦浩轩看着黄龙 面上露出亚异之色 长教的寿源有损这事 他也曾隐隐听玄机子担忧过 却没想到黄龙愿意将这件事说出来 黄龙用一种好像在说着别人事情的语气说道 这世间有万中秘法 我也曾经幸运的一秘法 生死时刻顾不上太多 恩怨情仇更让人心碎 秘法令我短时间内修为暴涨 成为修炼奇才中的奇才 现在我虽然已经半入道恭敬 但是寿源也不过是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 秦浩轩听到黄龙的话 整个人僵住了 黄龙淡淡一笑 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 也许在凡人世界中看起来还很多 但是在漫长的修仙长河中算什么呢 弹指一挥尖霸了 时间对我来说太不够用了 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与那两个子种 能够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 快速地成长起来 将来就算我不在了 太初教还有你们 我也心安 秦浩轩身体僵硬 他动了动手指 看着就在自己身边的黄龙 眉毛紧紧地皱了起来 长焦 我不想你死 长焦会死 太初教顶天柱一般的存在 会在一百年后消失 一想到这些 秦浩轩就觉得心口尖色 好像有高山大月压在身上 沉重的有些喘不过气来 黄龙看着秦浩轩的样子 听着他脱口而出的话 哈哈笑了 笑声中是无尽的洒脱 我没想到啊 你小子还有这么孩子气的时候 修仙大道 看不破生死怎么能行 更何况我现在已经半入道工 也许能在一百年的时间里 突破了呢 那我不就能够获得更多寿元了 哈哈哈哈 黄龙这番话说得激昂 好像生与死不过是 人生形态的异常转变 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 他话里话外都透着 对生死之道的淡然 令原本心中沉郁的秦浩轩 也豁然开朗了不少 行了 不要在这里打扰他们休息了 走吧 别忘了还有一条虚空之舟 等着我们建造出来 黄龙率先起身 秦浩轩也觉得一扫全身的疲懒 全身再次充满力量 跟着黄龙站了起来 一个月的时间悄然而过 在这一个月里 金旭殿的人最终付了一大笔资源之后 将太初教俘虏的他们的弟子领了回去 虽然自己的太上长老被他们一击杀死 堂主被太初教的人砍去了一条胳膊 金旭殿的人也全都认了 毕竟他们理亏在先 也没有理由跟太初教闹 但是 关于清红莲的事 金旭殿还是一如既往的难缠 金旭殿长叫黎硕道人 亲自领着他们教派的四大护法来到太初教 直面黄龙 要黄龙交出清红莲 黄龙高坐在皇帝丰大殿的椅座上 面上还是百年不变的和气样子 面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的黎硕道人 并没有一丝忌惮 黄龙道有 过往一切我们金旭殿都可以不在乎 只要你将清红莲交出 黎硕道人脸上冷冷淡淡的 说出的话也带着一丝冷漠 第九百三十一章 禁贡县里风波起 黎硕道兄说的哪里的话 但是这件事我们太初教也无能为力 清红仙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离开了我们教派 不知道去了哪里 黄龙带着笑意地说道 其实黎硕道人也知道清红莲离开太初教 这样问不过是想弄明白他到底去哪 但是看黄龙的样子 像是真的不知道 他纵然是心中不快 也没有办法了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将秦浩宣交出来 我们之间的恩怨也可以消了 黎硕道人略略抬了抬眼皮看着黄龙道 黄龙面上和气的样子变淡了 眉梢眼角都带着疏离的冷意 黎硕道兄开什么玩笑呢 当着我的面要我教出自己门下的弟子 还真以为太初教是能够任由你们欺负的 黄龙这样说的时候 身上带着杀意的气势令整个大殿的气氛 都立即紧张了起来 跟随黎硕道人前来的几位护法眼中金光凝聚 体内灵气在极快地流转 看向大殿中太初教所有人的眼神 都变得警惕谨慎了许多 赤练子并太初教的几位护法 以及各位堂主全都淡淡地看着他们 但是周深的气势与黄龙一般 凛然沉宁 感受到这一切 离说道人面上含伤更重 脸上的露出近乎阴狠的样子 黄龙 既然你非要如此 那我不得不多说一句 万教先宜开启在即 恕我好心提醒 你们太初教的人还是不要去了 否则在里面一个个的出了什么事 就不太好了 至于那个秦浩轩 我们经续电视必抓不可 离说道人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双眼睛从黄龙身上轻飘飘地转过了大殿内其他所有人 他嘴角一勾 带起一个残忍的弧度 哦 对了 你们不是还有个以未来长教培养的弟子 好像是个灰种 名字叫慕容超 让他也小心点 毕竟我们经续电的接班人失踪 与你们也脱离不了关系 杀他泄愤 也是情有可原的 黄龙道兄 你说是吧 皇帝风中沉重紧张的气氛 因为离说道人的话 而一下子达到了顶峰 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能够瞬间引爆一场战斗 但是就在所有人都严阵以待的时候 黄龙突然笑了 这一笑就将那种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冲散了 经续电的人那样自大 原来是学了他们长教啊 既然离说道人都好心地提醒我们了 太初教也不得不回一句 黄龙起身而立 修长高壮的身体带着一股战意凛然的威压 他的声音沉宁雄浑 自有一份不容侵犯的威压 我们太初教的弟子想要去哪 在这修仙界 还没谁能够阻碍的了 真要是打起来 还不一定是谁怕谁呢 你 静续电的来人听着黄龙带有嘲讽的声音 一个个气的脸色涨红 想要说什么却全都被黎硕道人白手压了下去 好 好 好 黎硕道人留下这三个好字 一双眼睛冷冷看了黄龙一眼后 便拂袖带人离开了 虽然有人对金序殿的态度感到些许不安 但是黄龙却像没事人一样 完全没将金序殿放在眼里 一个月的时间过后 便临近了向萧云格五百年进大贡的时间 而在这一个月的修建虚空之周的时间里 秦浩轩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修为上又进了一步 现在已经是仙轮进五轮了 看着仙术上多出来的仙轮 秦浩轩就不得不感叹 修建虚空之周果然的一梁多 如果只是普通的修炼打坐 修为上绝不可能进步这么快 想到这里 秦浩轩又不得不想起那的因为修建虚空之周而耗尽资源 最终在天节中消亡的万载大轿 怪不得他们会倾尽所有来修建虚空之周 恐怕在修建的过程中 他们也发现了能够助人快速的增长修为 可惜最终却因为资源耗尽 而湮灭于天节中 虚空之周是双刃剑啊 秦浩轩看着自己前方的虚空之周 在心中叹息 这一日 黄龙召集了众人在皇帝封商议派人向萧云格进贡之事 这件事 就让秦长老代人去吧 也算是对他的一番历练 听到黄龙的话 又想起他在英灵山所说的一切 秦浩轩没有二话 直接领命 带着黄龙从太初教中清典出来的贡礼 秦浩轩便率领一众弟子乘坐混天苏续了萧云格 因为太初教这次带的贡礼分外的多 所以萧云格的长教裴清真人在萧云格的大殿中 见到太初教众人之时 表现得也十分热情 不过 裴清真人看着太初教的领头之人 并不是他以为的灰种慕容超 而是一个气度凌然 双目漆黑犹如星子的年轻人之时 面上也露出了惊讶 一般而言 这种门派之间的大事 都会由门派内得意的弟子前来 太初教的得意弟子 在外界看来应该是灰色仙种慕容超的 心中略略疑惑 裴清真人便笑着将这个疑问问了出来 这位小道友看起来有些眼生 倒是不知太初教的慕容朝为何没来 秦浩轩面对自己教派的盟主 万载大教的长教 一丝慌乱都没有 神情淡然 带着一份恰到好处的礼貌 这次慕容凶去了太初教的别院打理事物 他那边的事情刚刚起头 实在无法脱身前来 裴清真人发虚皆白 但是面似红润如同婴儿 身形气度一看便是久居上尉 尤其是一双眼睛深沉如海 根本无法令人看清他的想法 听到秦浩轩的话 裴清真人轻轻点了点头 意味深长地说道 哦 这样 跟随秦浩轩前来的弟子 由百花堂堂主苏百花 亲自挑选的心思灵活 最会看人眉眼形是 嘴巴又甜的弟子唐曼 唐曼看肖云阁长教这个神情 立刻浅笑盈盈帝说道 裴清真人不知道 秦长老在我们太初教授重视的程度可是最高的 比知辉种弟子慕容超都更甚 这一次进贡我们长教派秦长老前来 也是表达了我们太初教对肖云阁最大的诚意 听到唐曼清脆如黄梨的声音 在场的众人也全都笑了 秦浩轩最近在修仙界因为很多事 也是出了一些名头 裴清真人自然听说过他 一笑之后 裴清真人拍着秦浩轩的肩膀道 行啊 年轻人 听说 你将金蓄殿的首席女弟子都给拐跑了 还是在人家的订婚典礼上 是不是来着 是 这件事可是前几个月流传最热的事件了 哈哈 一直无缘地见江那已冰清冷艳闻名的青红仙子拐跑之人 没想到今天倒是见到了 裴清真人一句话出来 在场众人无不应和 裴清真人半是感叹 半是玩笑地拍着秦浩轩肩膀对众人道 看吧 还是年轻好啊 魏力大到这地步也算是直了 这一番话 又引得周围人的笑语 秦浩轩暗中皱了皱眉 面上却还是一派淡然 甚至也随着众人之话随口应了两声 笑够了 裴清真人对旁边的一个小弟子说道 带太初教去偏厅休息一下 然后转头对太初教众人道 偏厅中已经有很多教派在了 你们可以去跟他们聊一聊 秦浩轩对着众人笑了笑人 与裴清真人告别后 便跟着街影的小子穿过一段雕刻着山川大河的走廊 来到一个宫殿中 虽然陪清真人说是偏听 但是这座宫殿无论是构建的外形还是内里的设置 无疑不透露着一股大气 尤其是这座宫殿顶上的写着清客居三个大字的牌匾 新卷洒泼 带着一种鲜意缥缈的味道 太初叫来者秦浩轩绿弟子道 随着街影弟子爆化的响起 这座清客居中原本还算活络的氛围 一下子诡异的沉浸了下来 刚刚还在聊天的一些弟子甚至突兀的停住了声音 祥和平淡的脸色也全都变了 秦浩轩绿弟子进入宫殿之时 一些站在门口的弟子还特意的往后退了退 面上带着一丝不明显的金黄 秦浩轩暗暗皱了皱眉 他能够感到这座宫殿中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聚集到了自己这一行人身上 太堵麻 不算太友好 这就是前一段时间灭了西极礁的太初叫啊 对啊对啊 我们再往后退一下 离他们远点 其他门派的弟子 一个个的彼此传音 因为心中总对一战灭了西极礁的太初叫 众人们有些畏惧 他们连传音的声音都非常小 哎 还真是一帮煞神啊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们我就有点发怵 我也是 我也是 不过也正常 这些人身上都带着屠杀过后的血腥味 他们可是灭了一整个大礁的人啊 尤其是那个领头人 总觉得他全身都好冷啊 那眼神也冷 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 曾经去太初叫为黄龙庆贺过寿臣的上官凌峰 带着他的女儿上官子十分热情地迎了上来 上官子再见秦浩轩 也是一脸激动之色 如果上一次在太初叫不是秦浩轩的话 也许他真的就死在决先毒蛊的毒气之下了 除了上官凌峰 其他几位曾在太初叫见过秦浩轩 并被秦浩轩所救的门派众人也迎了上来 秦长老 多年不见了 面对这些人的招呼 秦浩轩也一一带着得体的微笑回应 上官子一下蹦踏秦浩轩身边 一张精美的脸上带着盈盈的笑容 浩轩哥哥 第932章弄巧成拙煞气凌 秦浩轩面对这个格外热情姑娘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 只是用一种类似兄长身份 回了几句 上官凌峰笑看着秦浩轩 然后面上带了惊讶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将秦浩轩的真实修为看清 但是却明显的知道秦浩轩的修为肯定已经破入仙伦镜了 这也是令他惊讶的地方 他与其他几位门派长教互相看了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诧异 秦浩轩一个弱种而已 竟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进入仙伦镜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就算是他的女儿 有色仙众 还有门派大力扶持 到现在也不过是仙术镜而已 而且 上官子的资质已经是十分出色的了 秦长老 几年不见 你的修为竟然增长得如此之快 看出这些人眼中的诧异 秦浩轩不动 声色地笑了笑 晚辈不过是运气好了一些罢了 倒是几位师妹 几年不见 修为就越发的高了 见秦浩轩只是说运气 不愿在这方面多说 几位门派的掌门人也哈哈一笑 听说 你将金旭店的女弟子拐跑了 是不是已经 上官凌峰这时候 故意地压低了一点点声音 朝秦浩轩问道 而这些长辈身边的仙子 也全都到瞪大了眼睛 看着秦浩轩 好像也有些紧张这些问题似的 秦浩轩是真的无奈了 这几个好人家 何时变得这么爱打听这种事情了 立刻摆手道 没有没有 那些不过是修仙界的一些传言罢了 清红仙子早早就已经离开了太初 上官此等一众小姑娘听了 眉梢眼角都露出了笑意 看着秦浩轩的眼神也更亮了 上官凌峰哪能没看到自家女儿的表现 他笑了笑 接着用半是玩笑的话对秦浩轩道 那这样说来 你是不是还没有道理 我们身边这几个孩子不错啊 听了上官凌峰的话 跟在这些长较身边的姑娘全都羞红了脸 眼睛也不再肆无忌惮地看着秦浩轩了 一个个眼神乱飘 秦浩轩感觉几个老人如狼似虎地盯着自己 好像恶狼盯着肥肉一般的模样 只能再次头疼苦笑道 上官前辈修要开浩轩玩笑了 修要开浩轩玩笑了 几个老人看着魔渊战场上 也算是一战成名的狠角色 如今居然这般害羞腼腆 各个也是笑得很是开心 而就在因为上官凌峰他们的出现 缓和了气氛的时候 一个身体修长 乌发飘扬 眉目英俊的人 被几个身穿肖云格道袍的弟子 簇拥着走了进来 快看 这是肖云格的首席弟子圣锐吧 对对 是他 听说这是一个黄色仙种 天资超人 又有肖云格这么一个大教用 无数的资源宠着 年纪轻轻地就进入仙伦境了 哇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看他那通生的气派 真不是我们能够比得上的 圣锐一出现 就立即吸引了在场众人的目光 他心中对这些目光坦然接受 甚至有些自得 毕竟他的天分摆在这 就算有些高傲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圣锐很会做人 无论心中如何想 面上依旧是一副千千君子温润如玉的风范 上官妹妹 小妹妹 好久没见了 在这里一切用度有什么不满的 都可以跟我说 圣锐见到几位容貌清丽气质脱俗的仙子 脸上的笑意更盛 一番十分礼貌的话说下来 得到了在场很多老人的赞许 不愧是肖云格培养出来的顶尖弟子 不仅仅是修为上 在平常的为人处事上也令人心中舒坦 上官子等人见了圣锐 脸上笑意也深 纷纷回礼 然后便将这位肖云格的天才弟子当作了空气一般的存在 全部围绕着秦浩轩身边唧唧喳喳的问话 浩轩哥哥 听说你去过这仙谷啊 里面是不是很可怕 听我爹爹说 上千年来没有修仙者能够从里面活着出来 你可是千年来的第一人啊 上官子的眼中迸发着热烈的色彩 那明亮的眼神 令他娇艳的容颜更加惑人 还有 还有 秦师兄 你们太初叫灭了西极礁的那一战 据说十分惨烈 这是真的吗 可是看你们来人的样子 好像根本没有将那一战放在眼里啊 肖指焰说出这话后 整个大殿都是一镜 很多人都在暗暗擦着冷汗 这肖长叫也太惯自己的孙女了 这样的话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问出来 不少人甚至都自动远离秦浩轩他们身边 虽然这些仙子貌美 令很多年轻弟子都想亲近 但这些都比不上自己的命重要啊 太初叫灭西极叫那一战之后 他们在修仙界中便得到了乐交的称号 别有用心之人 更是背后散播太初是魔交的言论 秦浩轩感觉到周围人的态度明显有变化 也是微微皱眉 恶叫这个称号自己也有听说过了 只是没想到如今传得如此大了 还好长叫真人说了恶叫便恶叫好了 太初不害人 也不怕人 秦浩轩的话另几个老头子听了之后纷纷点头 这话算是认下了灭西极的举动 同时也变相说太初做这事情还是占理的 几个小姑娘不停地问着各种问题 毕竟秦浩轩这些日子也不是无名之辈了 西极攻打太初一战也好 太初灭掉西极也罢 还是金旭殿的青红莲的事情 让秦浩轩不知不觉中 从一个无名的小辈 俨然也成为了年轻一代的风头人物之一 不少人已然将他化归到天交的行列之中 秦浩轩很是头疼 如果早知道自己的接话会引来无数的问题 可能最开始就会选择沉默吧 郑瑞一旁打亮 饶有兴趣地打亮着秦浩轩 早听说过太初出了个很出色的弟子 曾经更是号称仙苗镜天下第一人 而且在他突破进入仙树之前 确实从未有人将其击败过 算是完全保住了这个名头 郑瑞很好奇 秦浩轩的出色之处 目前看起来出色也只是算得上稳妥 没有很多天交的那种锋芒之戏 虽说 也有稳重的天交 可 毕竟大家在修仙界还算得上是年轻人 年轻人便该有年轻人的朝气跟锋芒 若是一位老城池重 这种人往往便是魏君子了 郑瑞很不喜欢魏君子 他打亮着秦浩轩 一时间无法将对方做出判断 是魏君子还是真的这般稳重 一名街影弟子带着圣瑞来到秦浩轩前 圣瑞的脸上挂上了代客的笑容 他行了一个平背礼 拱手朝秦浩轩道 行道友 萧云格 圣瑞 因为是代表黄龙前来 秦浩轩的身份其实是很高 甚至能够与上官凌峰等老人同辈 见圣瑞前来 秦浩轩便一离以前辈的身份点头道 恩 我知道你天赋很好要多多修炼 不能浪费自己的先天天赋 秦浩轩自觉自己的这一番表现合情合理 只是这话听到圣瑞耳中便有那么点刺耳了 什么意思 圣瑞扬眉打亮秦浩轩 想知道对方这话的意思 以长辈姿态对晚辈姿态说话 太初不过是小教 虽代表的是黄龙真人前来 但你毕竟不是真的黄龙 若真是黄龙这般评价 圣瑞会感觉非常荣耀 那可是长教真人提起来都会赞叹不已 更是私下会承认一对一的对砍 砍不过的猛人 可 现在不过是代替黄龙前来 这态度 圣瑞虽然不是很小气 但心中依然算不上舒服 秦浩轩并未注意到圣瑞的变化 几个小女孩已经吵得他头大的厉害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关心圣瑞的变化 这些日子在太初 他也习惯了用指导性语气跟人说话 确实没有发现自己对圣瑞的言语 让圣瑞会感到不舒服 诸位的住处应该安排好了吧 圣瑞冲着众人抱拳拱手的同时 在对向秦浩轩的那一刻画过的速度极快 面上画过一丝傲气 这一丝傲气出现 令秦浩轩很快意识到自己之前的说话方式 多少有些问题了 因为代表长叫真人来的 所以要保持太初的架子 却忽略了对方的架子 几个老人家看到这一瞬间也都笑了起来 大家能感觉到圣瑞并没有恶意 只是年轻人的锋芒 这一刻该表达的还是表达了 秦浩轩暗暗思考 回头找个时间 要给圣瑞远回这个面子 此人看起来不是心胸狭窄之辈 只是保持着年轻人的傲气罢了 那名弟子逼着头恭敬地回道 禀报圣师兄 现在还没有 怎么还没有 一定要好好的给大家安排 知道吗 圣瑞皱着眉头 一派关心地说道 不愧是大教派培养出来的弟子 处事果真令人如沐春风啊 以为掌门笑呵呵地说着 郑瑞立刻朝那掌门微笑 不过是我应该做的罢了 刚刚搭话的弟子暗暗皱眉 他在思考圣瑞说话同时 给他的秘语传音 把太初的人 带去个不要太好的地方 不要太好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 那弟子暗暗思考 刚刚那秦浩轩对圣瑞的态度不对 也便是看不起我们肖云阁 那便带他去最恶劣的地方好了 煞气灵 没错 想来圣瑞长老便是这个意思了 第933章天交行列有规矩 煞气灵是肖云阁的一处境地 里面煞气充斥 不仅没办法修炼 甚至可能会因为在那修炼而导致入魔 对修仙者而言是凶煞之地 圣瑞同众人聊了几句便与众人告辞 离开前说道 明日 我们教派会带众位去烈魔 请大家今晚好好休息 说完之后 圣瑞便带着随行的弟子离开了 烈魔 上官子的忽闪的大眼睛中全是疑惑 这里怎么烈魔呢 如果只是弄几个魔冤的魔来死 也没什么大意思吧 上官凌峰对着女儿笑了 明天不就知道了 你不是累了 我们随弟子去住处休息吧 清客居中的众人彼此打过招呼后 便随着萧云格的接引弟子各自去了自己的住处 带领太初叫众人的那名弟子 将他们带到煞气林之后 心中多少也有点忐忑 自己带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过分了 算了 既然圣瑞长老不喜欢这人 那带此地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太初众弟子来到煞气林纷纷皱眉 大家都是修炼之人 此地的环境好坏还是分得清的 这次太初打下西级 萧云格可是分了不少好处 怎么 便这样对待送礼之人吗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能住人吗 心直口快的张罗直接对着那接引弟子大声道 萧云格不是万载大叫吗 怎么 连一个像样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大弟子心中一阵烦躁 太初虽然凶 但毕竟还是要尊称 萧云格一声盟主 怎么 刚刚打了个西级 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给你们住什么 你们便住什么好了 算了 修要多事 秦浩轩一句话 太初众人也自然不再说话 萧云格的弟子反而发现自己看不透这太初的长老 到底在想些什么了 多谢领路 秦浩轩拿出百两下三品零食送给对方说道 若有好住处 还请来日帮我太初换上一换 这弟子看到百两零食也是眼睛一亮 连忙点头称是 之前对秦浩轩的恶意随之减弱 打算回头找个不算太坏的地方给太初 这样也算是完成了长老的命令 自己还得了个好人缘 秦长老 萧云格的人真的欺人太甚 我们太初教带来了那么厚的一份共礼 竟然就让我们住这样的地方 张罗心中还是不愤 那那么多事情 我们是来送礼的 不是来打架的 秦浩轩给了张罗屁股一脚说道 长教只是说让我们别追了太初名头 没说让我们到处找事打架 不过是住几天罢了 都那点行气散去修炼去 唐曼看着手中的行气散 虽然知道这些东西在平常十分的珍贵难得 他甚至没想过自己也会有得到的一天 但是就算是得到了 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修炼啊 秦长老 这里煞气这么重 怎么修炼啊 唐曼说出了在场所有太初叫弟子的话 秦浩轩将行气散分完 然后对大家淡淡一笑 怎么不能修炼 你们只看到了这里的煞气 却不知道 煞气中也有灵气 而且那些灵气更加精纯 如果你们能够将煞气中的灵气吸收出来 那才是精髓中的精髓 他们这是给了我们益处最好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 随行的弟子全都有些懂了 然后各自去了自己的房间 按照秦浩轩所教的方法 服下行气散之后 便开始集中所有的心神 才这无处不在的煞气中吸收其中至精至纯的灵气 虽然一开始 他们吸收的并不熟练 但是一刻钟之后 但他们完全掌握了秦浩轩所教的口诀 头顶上便现出了比两个脸盆还要大的漩涡 煞气灵中无数精纯的灵气 封了一般在太初教众人的头顶凝聚 然后被吸收 煞气灵的声势实在巨大 引得萧云阁中的众人都纷纷赶来一探究竟 看着精纯的灵气 无比通畅有迅速的流入太初教弟子的身体内 盛睿忍不住挑起大拇指连连点头称赞 行 真行 还真小看了这群太初人 我刚知道是煞气灵 本打算让人给你们换个地方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 你们也能玩出换来 这情浩轩真心不能小看 这太初也不能小看啊 有点意思 明天会更有意思吧 希望可以给我更多惊喜 若真能如此你秦浩轩便够资格做我胜锐的朋友了 到时候 我亲自恭喜你进入到了天交的行列 第二日 萧云阁的弟子早早就等在了各个教派的休息处 等众人洗漱完毕 便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很大的岛上 这座岛十分巨大 秦浩轩扫眼看去 竟然没有看到岛的镜头 整座岛屿 被一套十分繁复的阵法包围 岛上堆满了怪异的石头 还没有进入岛内 秦浩轩就感觉到了那股属于魔族的气息 真的有魔物吗 上官子脆声声的声音响起 上官林峰摸着自己的胡子 点了点头 哟 还是真的有啊 老夫已经感受到魔物的气息了 上官子听到父亲的回答 眼睛比平日里瞪大了一圈还要多 好奇地看着离他们已经不远的岛屿 完全没想到竟然真的能够圈养魔物 很对教派的长教都聚集在一起 望着不远处的岛屿 眼中都或多或少带着惊讶 等肖云德打开了阵法 领着众人进入 那股属于魔的气息扑面而来 有些还未曾见过魔的小弟子 甚至有些色缩 而各位门派的长教们 脸上的惊讶之色更重了 而他们的神色很大程度上取悦了圣锐 圣锐一袭淡蓝色的衣袍 衬得他面如冠玉 神风俊朗 举手投足又带着属于大教派的风度 很快就吸引了几个女修 秦浩轩宁没打亮 心中万岸赞叹 不愧是万载大教 在此地豢养这般多的魔物 倒是可以令弟子前往魔渊战场之前 便有了不少的培训 真到了魔渊战场不至于手忙脚乱 魔物的气息更重了 上官子是见过魔的 进入岛上后 他便明显地感受到了魔的气息 当即不可置信地说了出来 郑瑞对着上官子微微一笑 面上带着隐藏的得意 我们将这些魔物抓回来 养在这里 是为了供应平时弟子的修炼 这样的话 等他们上战场就不会跟第一次见到魔物的弟子一样害怕 郑瑞的这些话 又引起了前来进贡的教派之人的感叹 只有万载大教才有资本将魔抓回来并养起来 这样大的一个地方 处处遍布着阵法 也是很大的一个消耗 是啊 能够活捉就已经不容易 更何况是将魔像灵兽一般养起来 这也是万载大教实力的一种象征啊 上官林峰看着这座岛上时不时窜过的一抹黑影 也认同的点了点头 还有一点 就是有能力压制这些魔族的反抗 秦浩轩心中感叹 这便是万载大教的底蕴啊 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战场 但日后 太初也该弄这么个场子 对太初弟子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听着众人的赞叹 再次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盛瑞心中得意更甚 我们萧云阁建造这座猎魔岛 就是为了给弟子们锻炼的 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弟子在与魔族作战之时 时刻保有镇定和清醒 也能够锻炼他们与魔战斗的经验 就在圣锐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一道如同墨水般漆黑的影子 突然从前方冲出 带着杀意的魔器指指圣锐 啊 突然而现的魔物 引得几个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的修饰惊呼出声 圣锐潇洒地淡淡一笑 吐出两个字 找死 一道锋锐的剑光默然从他手心蹦出 凛冽的含义令他身边之人都感受到了压迫 一剑 致命 在很多人还都处于惊慌之中时 圣锐已经在眨眼间将那只灵力狠毒的魔物斩杀 好啊 不愧是萧云阁的精英弟子 比老夫手底下那几个不成才的弟子 强太多了 是啊 竟然能够在被偷袭之时还有者这等镇定 并瞬间杀敌 圣锐倒有前途无限啊 圣锐听着四起的赞赏声 眼睛笑得眯起 心中还是万分得意 同时对夸奖他的那些掌教一一回礼 表示谦虚 然后他将目光放在几位地位高贵又容貌脱俗的女修身上 一双眼睛温柔似水 一派君子风度地说道 几位妹妹也可以在这里多待几日 你们都已结成仙术 等日后也是回去幽权魔渊战场的 我们这楚恋魔岛残酷性虽然不比幽权魔渊 但是却也可以为你们去战场做好准备 不知几位一下如何 上官子皱眉盯着岛屿沉思了片刻 扭头问向身旁的秦浩轩 浩轩哥哥 你是去过幽权魔渊的 你觉得这里的魔怎么样 秦浩轩发现自己有点小瞧了这上官子了 平日里看他是个小孩子的模样 但真的到了这种环境 心智非常成熟 想要通过两地的魔 来判断换养的魔 是否有价值 挺不错的 值得换养 秦浩轩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同时心中暗暗觉得太初若是有了这么个地方 只能给刚刚见识魔的弟子来用 此地的魔虽然修为不错 但失去了幽权魔渊那边魔物的野性与凶残 毕竟是被圈养的 那种魔性始终差了点 更何况秦浩轩再次抬眼看了看周围 这里的环境虽然也可以的制造了一些忧森恐怖 但是比之幽权魔渊却差得远了 第934张万载大较量肌肉 幽权魔渊用无数场性命相搏 用无数修仙者或者魔族血液堆积出的凶煞之气 根本就不是几块怪石能够模拟出一二的 郑瑞谐言打亮着秦浩轩 这人第一次见自己时 一脸装前辈的模样 今天评价我萧云格的一只地 又用还不错 什么意思 是挑衅 还是想在女人面前出风头 若是后者 那这人未来的成就怕是要有限了 郑瑞的话音中带出了锋芒的味道 怎么 我听秦道友的声音倒像是看不上我们萧云格的恋魔倒啊 有萧云格的弟子 早已经听不惯秦浩轩那点评式样的回答 连忙接话道 盛瑞长老说的是 弟子也感觉到了 秦浩轩暗怪自己失言了 对方拿出得意的一面 自己却有点古板的在认真点评 若将自己换到对方的位置去 怕也是会听着很不舒服 当下连忙抱拳说道 几位 多瑞了 秦某刚刚只是在想 日后回到太初 也想临摹一处这般环境 不自觉的有些想得出神 回答时 便不是那么走心了 正瑞听出秦浩轩的话虽不成 却也是努力在补救 当下想要回应一句打圆场的话 将这事情接过去 还没等他开口 身旁的弟子已然开口 其实秦道友看不上也是应该的 毕竟是去过忧权魔冤的 这样吧 就请秦道友给我们露一手怎么样 秦浩轩连忙摇摇头 不想将事态扩大地说道 这个没必要吧 秦浩轩已经感觉出这个 肖云格的弟子是在针对自己 他一双寒心般的眼睛 淡淡地扫了 圣瑞身后的弟子一眼 圣瑞被他这么一看 心中竟然唯唯一颤 那种在无数战场上 生死搏杀出来的杀性 令他胆寒 但是很快 圣瑞就从那种 胆怯的情绪中清醒了过来 他看着秦浩轩的眼睛中 有了几分恼火 这个秦浩轩 刚刚那一眼什么意思 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吗 师叔上次从太初回来 便说着太初有些畅狂 那秦浩轩更是狂傲的厉害 现在看来 还真是有点狂了 肖云格不惹事 也绝不怕事 郑瑞将肖云格的弟子 护在身后说道 为什么没必要呢 太初可是灭了西级的存在 连自己的同道众人都能够杀 甚至将其灭教 还有什么是你们不敢做的 灭个摩尔乙 行道友不会是怕了吧 秦浩轩不想跟圣瑞多做纠缠 知道今日若不出手 事情怕是难了 还是速速解决得好 他眼角扫到一只正在靠近的魔物 当下右手聚起无数的灵气 瞬间将批天斩批出 开天斩是先描进的基础攻击手段 秦浩轩轩出的这道也只是增添了他的威力 平淡无常 但也将那魔物一招斩杀 秦浩轩轩的低调 甚至没带起一丝杀意 圣瑞心中微微惊讶 这一展看似简单 却将杀气完全掩藏 杀敌之时没有杀气 只是这手段变了不得 而且开天斩灭杀魔物 这种自信 刚刚那一展最可怕的是反扑归真 这代表着 他对灵法的理解有着超乎寻常的水准 七集 有点差了 圣瑞倾笑一声 想要激怒秦浩轩 故意不屑地说道 太初 没我想象的强 秦浩轩知道自己之前的眼神 引起了圣瑞的反感 心中暗叹 本只是想教训一下那针对自己的弟子 没想到这圣瑞反应如此大 有点意思 这人如此维护自己家的弟子 倒是跟太初有点像 这人既然不坏 那便让他一让就是了 秦浩轩打算忍让不再说话 一双眼睛打亮着萧云格那若隐若现的阵法 心中暗暗思寸 萧云格的建造与精绪电又有不同 不过可以说各有所长 秦浩轩将见到那些他觉得有用的东西都记在脑中 想着能够用这些东西 将太初叫建造得更好 发出的挑衅 得不到回应 当着众人的面 圣瑞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然就会被认为是自己赌亮晓了 但是看着秦浩轩旁若无人地跟着大家走在前面 圣瑞越发看不透秦浩轩 这人怎么回事 还真当自己来观光了吗 圣瑞看不惯秦浩轩的一派悠然之色 快步走上前 一扶自己的衣袍 与众心长地说道 不是我多嘴 但是你刚刚打出的那道灵法真的很差劲 力道不大不说 连距离都只是刚刚到了那魔物身边 速度还不快 你能够打死那一只魔物 完全是运气啊 如果到了战场上 你一下没能打死他 你可能就被打死了 秦浩轩耳朵中想着这人的虚刀 心中好笑 此人明明看懂了我刚刚那一级灵力拿捏的恰到好处 一级开天斩杀死魔族便正好消耗干净 却偏偏跑来这般说 到底是想探我的什么底呢 郑瑞道友 这个炼魔岛上还有更凶残的魔物吗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问道 他们一路走来 已经斩杀了不少的魔物 但是也渐渐的令众人失去了那种紧张防备 因为这些魔物都太弱了 根本不够资格令他们戒备 郑瑞也看出了众人的心思 唯唯一笑道 当然有 我带大家去看看 说完 郑瑞带头领着众人朝岛屿中心走去 秦浩轩轻轻皱着眉头打亮着四周 他能够看出 萧云格的人果然在炼魔岛花费了很多心思 越往里面走 越能够感受到与幽权魔渊类似的气息 这不仅仅是正法加成的作用 更是因为这座岛屿的中心地方的天地规则 也被人为的改变过 已经渐渐地接触到岛屿的中心 那股森寒的气息更加明显 几位女修都紧张地跟在自己师门身后 几位修为高深的老者也变得面容严肃了起来 偶尔闪过的一些黑影 身上的威亚也表明再也不是 他们开始遇到的那些小魔物了 秦浩宣见圣锐步伐依旧不停 便上前一步皱着眉头拦了一下提议道 不如今天便到此为止 再往前走太危险了 你们这里的环境模拟的幽权模渊 万一其中魔物在里面境界怕是不好 那我们这样贸然过去不是明智之举 郑瑞笑了笑容中带着几分万载大教独有的自信 同时看秦浩宣实的眼神里不再像之前那般的欣赏 倒是多了几分鸡凤 我们消云格乃万载大教 可不是太初能比 此地阵法 更是太初不能明白 裂魔岛中的魔物都是有护法定期清理的 为的便是保证里面的魔物维持在一定的数量与修为上 更何况 最初抓住的那些魔物也是按照特定的修为抓的 怎么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肖云格弟子纷纷点头 肖云格自从过了五千年教节之后 便有了这个恋魔岛 足足如今算来依然是万载不止 从未出过事情 太初 土包子一个 跟随前来的不少门派弟子听着圣锐有理有据的话语 也都觉得秦浩宣是多虑了 秦长老 这恋魔岛是肖云格的一大重地 怎么可能会疏忽管理呢 对啊 这里是他们弟子试炼的地方 肖云格那样一个大教派 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弟子置于危险当中 秦长老的担忧是多虑了 圣锐脸上听着众人的声音 脸上又多了几分自信的笑容 跟着进来的共有百十个人 其中很多人都在巴结着肖云格 现在看出圣锐与秦浩宣不对付 当然更是一边倒的朝向圣锐 秦道友 你还是年轻 又不是万载大教的人 自然不能懂这里面的东西 不过那多余的担心还是算了 我也相信肖云格 而且也想见识一下 那些凶残的魔物是怎么回事的 秦浩宣耸耸肩旁不做辩解 自己这些年来能活到今天 除了运气好之外 便是明白小心时的万年传 还是暗中嘱咐自己教派的弟子 一定要小心 众人渐渐接近了岛的中心位置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来自 岛下面的莫名力量 不愧是万载大教 只看外面的阵法就已经是精妙无双了 没想到 这道岛下面也是别有乾坤啊 是啊 这么大的岛 这样大的手笔 也只有肖云格这样的万载大教能够做得出啊 圣瑞面上效益更甚 他招了招手 后面的肖云格弟子就送上了一个做工精良 雕刻着很多飞鹤降龙乾坤带 接过乾坤带之后 圣瑞灵法一挥 柔白色的光晕从乾坤带中溢出 阵阵的灵法波动 以肉眼可见的迹象献出星星光点 这是本门特制的一些小法器 赠予各位 当遇到比较难缠的魔物之时 将这件法器祭出 可以将魔物定住 当然 诸位修为都是很高的 但是拿上这件法器也是图个心安 这法器好精巧啊 上官子拿到圣瑞分发的法器后 忍不住开心地对他父亲说道 这样的法器 随便一分发就是上百个 肖云格果然不简单啊 秦浩轩仔细地看着手中的法器 上面雕刻着很多惊喜的符文 有丝丝醇厚的灵气在里面绕转 他不得不再次感叹 万载大交的底蕴 果然够深厚 将那些雕刻着很多精细符文的法器 送到每个人手里之后 圣瑞便说道 好了 大家可以自由地在这里活动了 没有遇到过魔物的师兄弟们 也完全可以当作是自己的一次锻炼 跟随来的众人全都自觉地三三两两组成一队 朝不同的方向去了 他们有意无意地错开了圣瑞跟在场的几位地位高 样貌又十分不俗的仙子 想要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 秦浩轩观察着肖云格的人对太初的态度 最后笑了 搞了半天 肖云格这次是要借着此地量依下力量 告诉太初不要以为灭了西吉 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有意思 秦浩轩笑着摇头 盟主便是盟主 这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如此底蕴 确实不是太初能比 第935张魔后过百不可敌 眼间的上官子没有顾上郑笑语盈盈朝自己走来的圣瑞 而是快走了两步赶到秦浩轩身边 声音甜甜地问道 浩轩哥哥 我跟你一起走吧 秦浩轩看着上官子的笑脸 也没有回绝 此地还是凶险得很 跟随在其身边守护一下也是应该 毕竟是老交情了 圣瑞很想看看秦浩轩的能耐到底如何 纵深也跟了上去 看着秦浩轩诧异的眼睛 圣瑞笑眯眯眯地说道 我对此地略熟 你们远来是客 秦浩轩打量着圣瑞 一般情况来说 自己遇到的人 要么是不喜欢 要么是喜欢 人很容易对其他人产生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情绪 但是对这个圣瑞 秦浩轩感觉很是奇怪 自己对他无感 说不上喜欢 也说不上讨厌 感觉这人仿佛便是同自己擦肩而过的人生过客一般 那便一起好了 上官子笑着应下 秦长老 我等下自行四处转转 总不能一直待在您的语意下面不是 太初有弟子卖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 立刻得到了其他太初弟子的认可 秦浩轩是太初年轻一代的偶像 大家也都希望能学他 而并非被他保护 秦浩轩点头硬下来的功夫 太初的弟子已经散得七七八八 秦浩轩这一行人剩下了不足十人 他们往前走了没几步 突然感受到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站立感 一个两人多高的魔物带着如同小山斑破人的威压 从他们左前方冲出 正朝着圣锐所在的方向 圣锐微微皱眉 本能地取出定魔符 想将这个一看便知道不是很好对付的东西给定在那里 防止上官子等人出现意外 只是他看到秦浩轩卖步上前有出手的意思 只能将定魔符收了回去 抢先一步说道 行道友 这次我来好了 一把泛着紫色流光的飞剑被圣锐寄出 无数的灵气突然涌入剑锋 圣锐一步迈出 迎上了那像熊一般的魔物 越是靠得近 圣锐越能高手到那魔物身上强悍的站立 那种带着凶残的血腥味令圣锐忍不住直皱眉 吼 魔物也感受到圣锐手中飞剑锐气的危险 狂吼一声 阵的地面都在晃动 他身形虽然如同熊一般熊壮 但是四肢却十分的灵活 泛着寒光的爪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朝圣锐抓来 那破空声带着令皮肤都痛的刚风 将圣锐胸前的衣服画出了一道大口子 这个魔物狂暴了 秦浩轩全身紧绷 他能够感受到这个魔物正在以自爆的形式狂乱地朝他们发动攻击 本来就已经是仙术进修为的魔物 狂暴之后的战力已经不亚于仙轮进一轮的修仙者了 郑瑞见自己法衣被破开 顿绝面子上很是过不去 手中飞剑飞快地画出一道闪着金光的结印 刚风四起 吹卷着地上的沙石 天地瞬间一按 然后他横空一批 天上会拢的阴云都被牵动 那灵力的剑起交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 瞬间将那熊一般巨大的魔物批成了无数块 浓重的血腥味随着魔物被斩碎进阶扑了过来 郑瑞收剑奥利当场 面上带着几分冷峻神色 秦浩轩心中暗赞 这一手干得漂亮 一剑飞出近乎无死角 同阶之战堪称绝技 只是对付这么个东西 何必这般发力 一剑斩却便是了 看来刚刚他的法衣受损 令他心中怒气翻腾不少 略为有点爱面子导致的吗 上官子见圣锐手段很辣 心中略为生起忌惮之心 但还是关切问道圣锐道兄 你没事吧 这里是不是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离开吧 圣锐调整贫富刚刚暴提的灵气 服了服衣咆哮道 何必这般着急 不过是一个低阶的魔物罢了 刚刚失手也是意外 子儿妹妹是不是无聊了 我可以带你去看魔侯 魔侯上官子眼中迸发出神采 那可是高阶的魔物 他还真的从未见过呢 看到上官子感兴趣 圣锐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魔侯修为最高的都有49轮镜 怕是危险了 不如下次再说 秦浩轩微微皱了皱眉 说道 我们两个的修为 也不过是几轮境界 如果遇上了那也是麻烦 郑瑞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秦浩轩 外界传疑也是天骄之能 凡是我被天骄 谁人没有几个手段 凡是天骄 又有谁不能夸境界而战 秦道友 何须如此自谦 再说 我肖云格在练魔岛设置了探测阵法 是不会让魔物的修为过五轮镜的 如果有这样的魔物 就会立刻被阵法发现 然后我们的长老就会立即将它们消灭 绝对安全 这一千多年来 从未有过失误 上官子也听出了秦浩轩声音中的眼中 便也有些担心 他不由地说道 就算是五轮境界的魔物 也很强大 胜瑞对上官子温和一笑 用安抚 能够稳定人心的声音说道 这里面的魔物修为 都被我们肖云格设下的阵法压制了一些 就算我们真的遇上了五轮镜的魔猴 他的实力也是被阵法禁制的 我们不是有定魔符吗 如果真的有了危险 我们可以使用定魔符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阵法会在关键时刻发挥威力 能够直接让魔物爆掉 原本还有颇为弹忧的众人 听了胜瑞的解释 也全都放下了心 一派轻松的就跟着他朝魔猴所在的地方去了 毕竟谁都想见识一下那些高阶魔物的存在 这一路上 景色变得更加优深 那股氛围 令很多弟子有过恍惚 自己好像真的进入了幽权魔渊 不自觉地变得紧张起来 秦浩轩看着这一切 暗暗点头 俘虏魔物当作历练弟子的方法的确可行 等以后太出教也可以弄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用这种方法 一定会很快地提高弟子们的战斗经验 他们往刚刚从前方拐了一个弯 就突然迎面扑来一道迅疾的黑色影子 那不佳掩饰的杀意 令毫无准备的众人全都发出了惊呼 郑瑞一身淡蓝色的衣袍 一马当仙 站了上去 那是一只心轮静出奇的魔猴 身材矮小 形如猿猴 万分灵法 动作迅速又狠辣 出手的每一招都是直指圣锐的致命部位 圣锐面上严肃 手中飞剑挥舞的滴水不漏 无数灵气从四面八方将它包围 而后又从飞剑中化做万千剑气 带着灵力的杀意 与仿若能斩杀万物的霸道 瞬间将那魔猴斩成了碎片 这魔猴虽然修为比上一个魔物强大 但是却没有自曝 圣锐杀得容易 杀完之后甚至可以朝众人淡淡一笑 虽然圣锐出手残忍狠辣 但是却招招致命 赢得了他们这一行人的很多称赞 秦浩轩看着面对这些魔猴 砍杀起来还游刃有余的圣锐 不禁在心中感叹 肖云格的领法的确强悍 尤其是他们的攻击领法 带着异于其他门派的狠辣 十分实用 一不小心就会被斩死 与他们对战 必须要加倍小心才行 圣锐连连出手过后 便想要看秦浩轩出手 可秦浩轩这时间不想出手 怕上官子在寒凉嗓子吹捧自己 惹得圣锐不开心便不好了 所以事事退避 惹得圣锐不得不连连出手 最初 众人也是为圣锐连连较好 可过了段时间 秦浩轩同圣锐的面色 都开始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 魔后 这不是普通的存在了 数量应该有个限度才是 这东西 不可能大量存在啊 仙伦镜方能称之为魔后 一个太初 才多少仙伦镜 便是万载大教底蕴深厚 比太初多上不少 但也不会出现仙伦多如狗的地步 可现在 这魔后如此疯狂的出现 却是有点仙伦多如狗的模样了 若是换成魔渊战场 遇到魔族的时候 对方真的仙伦满得走 也说的过去 毕竟是两大势力精锐进出 可 此地只是一个万载大教罢了 郑瑞面上露出疑惑轻轻皱了皱眉 暗暗想着 今天这是怎么了 平日中都难得见几个的魔猴 这次怎么像清朝而出一样 杀都杀不干净 再次斩杀一个魔猴后 圣瑞终于感觉到吃力 还没等他好好休息一下 上官子就发出了一声惊呼 郑瑞猛然回头 只看见通常都是单独行动的魔猴 突然在他们周围出现了进食之 怎么会这样 郑瑞额头冷汗顺出 石头魔后 一个个来 自己自然是不怕 一打时 便是能杀光他们 怕也难以保护其他人周全 郑瑞清了清嗓子 微微抬起手中的飞剑 指着围在他们身边的魔猴 冷冷地说道 如果你们不想都死掉的话 那么赶紧滚 我 只杀一个 不然的话 我就会启动这个岛上的阵法 将你们全部灭掉 围上来的魔猴 根本不为圣瑞声音所动 而是围着他们这些人眼中泛着冷意的光 不仅如此 在圣瑞说完话之后 竟然再次出现了十几只魔猴 第936章 夜魔青族好赌谋 怎么回事 上官子眼中也是闪着警惕的光芒 手中抓紧了定魔符与上官凌峰给他的各种符咒 秦浩轩敲无声息地站在了圣瑞身旁低声问道 圣长老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魔猴 郑瑞紧张地舔了舔嘴唇 略带斯雅蒂说道 按照现在的数量来看 现在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最起码有整座 炼魔导魔猴数量的三成以上 这么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三成以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 郑瑞心中所想远不如他表面来的镇定 他还在纠结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魔猴 接下来的发展直接令他头皮发麻 周围的魔猴以圣瑞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增加的 四成五成十成 但是这还没有停止 越来越多的魔猴继续地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聚集 按照你先前所说 这已经多出一成了吧 秦浩轩一双眼睛迅速地扫过乌鸦鸦围着他们的魔猴 不对 数量还在增加 等魔猴终于不再增加的时候 围在他们周围的魔猴数量已经是比圣瑞他所估计的多了两倍不止 不对啊 秦浩轩疑惑地看了看圣瑞 跪叫此地 怕是哪里出问题了 郑瑞紧紧握着自己的飞剑 看着将他们团团包围的魔猴 脸色十分难看 他语气泛寒帝说道 有意思 这魔物生性狡猾 竟然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多出了这般多 若非今日发现得早 怕我削云阁 日后要吃大亏了 圣长老今日邀请我等前来 还真是给跪教解决了一个大隐患 只是秦浩轩看着颇有仙伦多如狗的魔猴数量 面色阴沉 今日我等想要离开 怕不是那么容易了吧 郑瑞沉默点头 这般多的魔猴 天骄也扛不住 两个天骄也依然看不住 对方若是要玩自爆 来那么几个 运气好的话 自己跟秦浩轩怕就是站不起来了 诸位 是要跟我等玩自爆吗 郑瑞笑看着魔猴高声喊道 若而等那般不自信 觉得魔不如我先到 那边自爆好了 秦浩轩心中笑 这圣锐倒是聪明 魔从来把人当虫子 你这么一嗓子喊下去 对方便是起初真有自爆的心 现在为了整个魔族的面子 也不好意思自爆了 如此一来 只要想办法拖住时间 等待萧云阁高手前来救援 拖延时间 秦浩轩想到这个 口中便是充满苦涩 别说身后跟着上官子等人 会让自己不好施展 便是没有他们 面对如此多的魔后 自由之意也没用啊 当同等级力量出现量的变化时 只也是压不住的啊 秦浩轩很头疼 自己有杀手锏 可操控仙道前辈僵尸这种事情 本就是忌讳 而且 还是如此强大的僵尸 萧云阁知道了会怎么想 这批魔后看到了 会不会直接自爆 若是他们自爆 屈空之州应对 萧云阁怎么想 又会怎样对太初 秦浩轩越想越是感觉辣手 除非此地的人死光了 自己方能有办法脱身 但看着眼睁睁看着他们死 秦浩轩做不到 而且 魔后怕是会攻击最强者 秦浩轩知道 若是不动用最强底牌 这胜瑞都能跟自己交手不少时间 那么侯门攻击的只有是自己跟胜瑞了 如此多的对手 若是对方不要命的打法打起来 30个呼吸的时间 能撑住吗 秦浩轩没有自信 以伤换伤 以死换死的战斗 自己抗不了太久 胜瑞为了安抚众人 提高了声音说道 诸位不必担心 我肖云阁的阵法精妙无比 就算再多来一倍 也完全有把握将他们全部引爆 郑瑞又看了看这批魔侯 对他身边的人 高声喊道 大家不用担心 先用定魔符将他们定住 咱们走就是了 等晚些时候 我将这里的事情上报 肖云阁自会派我叫护法来杀一批 郑瑞心中并未有多少底了 只是希望这样的喊话 可以喝退这批魔后 对方突然冒出这般多 显然是有预谋的 那定魔符 还他妈管不管用了 便真的难说了 上官子第一个丢出定魔符 华邦笼罩下的魔后笑着 转动了两下脖子 用行动告诉着所有人 这玩意 效果不怎样 郑瑞心中连骂粗口 那魔物节节笑了起来 露出他风锐可不得獠牙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云阁 没有半点掌镜啊 我等日日受到死亡威胁 真以为我等再等死不成 郑瑞念上假装出现慌乱 即可将那没定魔符引爆 啊 那名魔侯立刻发出了痛苦的嘶吼 但是还没等 郑瑞脸上现出笑意 那魔侯却先一步大笑起来 郑瑞脸色一下子变得万分难看 这魔物竟然戏弄他 大笑的战斗的魔物用他细长的手指指着圣瑞 嘲讽帝说道 你们人类啊 总以为自己是世上最聪明的 甚至将我们魔族抓来当陪练 当然 这个法则不错 可是你们太自负了 还真以为所有的东西都能由着你们的心意来吗 郑瑞面对魔物的指责嘲笑 连连点头 这些年萧云阁太顺了 顺的确实忘记了 危险往往存在于内部 只是 还好 今天发现的不晚 现在用传话符将教中高手召唤来辨识了 郑瑞果断地捏碎了自己手中的一道符传 下一刻 郑瑞的面色第一次真的变得臭了起来 符路无法传送出去 当前所在的这一片天地 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背负上了一层强悍的阵法 已经将他们完全阻隔在里面 魔侯节节的笑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真是一群蠢货啊 想求救 你倒是求救啊 面对这些魔侯的嘲讽 被围困的众人脸色渐渐难看 圣瑞脸上的自信也开始吞色 这魔侯的安排太出乎人的意料了 这些魔侯的领头人 也是刚刚被圣瑞用过定魔符 却反过来嘲笑他的魔侯 脸上带着奇异的笑往前走了两步 用一种近乎缥缈的声音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尹 从很早以前 我们魔侯就知道你们 萧云阁有这样一个秘密场地 是专门抓我们来为弟子当作陪练的 所以我们魔侯制定了这样一个偷天换魔计划 从几百年前开始 我们终究挑选出一部分魔侯 假装被你们抓 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到这里 然后再抱着必死的决心一直等着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又是等什么呢 说到这里 尹突然大笑了起来 脸色猙獰的看着圣瑞 一双眼睛充满了血丝 闪烁着无尽的恨意 就是等像你这样掌门继承人来 圣瑞心头猛地沉了下去 不好 这批魔的目的是自己 他们是想要断了萧云阁未来的根基 尹十分欣赏圣瑞宁众的表情 他再次变得十分温和 轻轻柔柔地说着令在场众人胆战心惊的话语 抓住你 然后进行转换身体 撕裂你的魂魄 让我们魔侯进入你的身体 成为萧云阁的继承人 哈哈 然后我们会再等 等更多的继承人前来 抢占他们的身体 等你们 不不 是等我们魔侯成为萧云阁这样一个万载大教掌教的时候 就是你们修仙界真正灭亡的时刻 疯子 圣瑞听着尹癫狂的话语 不由得难难出声 所有人都被尹所表露出的计划给振折了 他们按照尹所描绘的这些场景想象 心中泛起了滔天骇浪 太可怕了 如果真的被他们成功 整个修仙界恐怕都要大乱了 转换的风险太大 成功率极其低违 你们就有信心能够成功 秦浩轩忍不住发问 尹沉浸在自己对未来的想象中 然后带着癫狂的回答道 我们知道啊 也没想过一个魔侯就能立刻成功 但是两个呢 三个呢 上百个呢 我们夜魔族为了这个计划几乎清净了所有 我们耐心足得很 总会成功的 总有那么一天 整个修仙界都是我们魔族的天下 太疯狂了 秦浩轩问出那句话后 没想到会得到这么疯狂的回答 在场所有修仙者全都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尹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然后睁开他细长的眼睛 含着笑意看着圣锐 就好像饥饿的凶兽盯着一块烤肉搬入迷 如果你不反抗 乖乖跟我们合作 我可以考虑给你一句魔蛆 那样的话 至少你还活着 不然 你就是魂飞魄散 永远消失于天地了 圣锐眼神闪烁了一下 听了癮的话 他心中已经动摇 他不想魂飞魄散 就算是寄身于魔蛆 那至少是活着啊 看出圣锐的动摇 尹就很有兴致地打亮起其他人 在看到上官子 与其他几位女修的时候 尹的眼睛刷得一下子就亮了 掀起嘴角笑道 真没想到 竟然还有女的 真是意外收获啊 那就将这些女修也全都换成魔蛆 等她们出去了 就可以再生孩子 为我们这颠覆修仙界的计划 增添更多的筹码 刷第937章一仙一魔和无双 就在尹说完那些话的同时 秦浩轩动了 不只是秦浩轩 郑瑞也动了 之前假装信心动摇 便是为了欺骗魔的圣锐 在秦浩轩动的同时也动了 龙灵剑发出狂龙的吼笑 汹涌的剑气似能斩破天地 带着凛冽的杀意 直接将尹侧身前的魔猴斩成了两半 郑瑞手中的斩天剑将尹身旁的 另一魔后拦腰斩成两段 一人一剑 尹的手下不只是死了 身体更是变成了四块 尹很聪明 也很强大 只是 低估了天骄的战意跟决心 郑瑞可以战死 但绝不会投降 秦浩轩也是如此 甚至近乎整个修仙界都是如此 尹的脸上现出大片的诧异 他完全没有想到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这人竟然还敢动手 而且动手之人的战力如此强悍 一剑之威竟然将一个先轮进三轮的魔猴斩杀了 祖阵 尹的眼突然变成血红色 眼看着他们筹备数百年的计划就要看到成功的希望 就算是战死 也绝不能让计划出现纰漏 秦浩轩带着跟随他一路走来的众人朝前冲去 想要突破一个口子 但是他才刚刚外开步伐 三层犯着暗黑色光芒的大阵就兜头而下 完全封住了他们的去路 不仅如此 上百个魔猴发出了刺耳的尖笑 挥舞着他们丰锐的爪子 携带着滔天的魔力封了一般朝他们狂杀过来 既然如此 秦浩轩胸中豪气顿生 此时不方便保留底牌了 神势给我开 瞬间秦浩轩脑海中将数百个神势小剑凝出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 竟然无法发动 在整个黑色大阵的笼罩中 秦浩轩的神势被完全压制 无法释放 看来这群魔物是真的花费了很多的心神 他们知道修仙者神势强悍 所有制作大阵之时就刻画了这样一个压制神势的阵法 意识到这一点 秦浩轩狠狠一咬牙 将他修炼的九龙封天大法最高层祭出 五条冰龙轰然而出 在众人面前瞬间建起一道数尺厚的冰墙 将发疯的魔猴困在了外面 秦浩轩将全部的灵力浇灌到龙灵剑之上 无上的威势仿佛汪洋一般 积聚于一条剑光之中 秦浩轩大鹤一声 横剑劈出 无尽的能量阵的虚空都在晃动 一层暗黑色的阵法竟然被他生生劈开 他们脚下的土地也在这股能够劈山猎屎的力道中 裂开了一道树杖长的口子 扑 魔猴制造的阵法实在诡异 秦浩轩强行破开第一重后 极客被阵法的力量反噬 整个身体都喷出了血花 如同钢筋铁骨一般的身体 竟然隐隐有要被震裂的感觉 秦浩轩重重吐出一口血 心中暗骂 肖云格的人都眼瞎了吗 这么多磨还看不到吗 上官子看着秦浩轩遍布血污的衣服 以及他嘴角还未擦干的血迹 眼中闪现出少有的果决 浩轩哥哥 你在此地带着我们 并是难以逃出生天 李现在速速离开 莫要管我们 能走一个是一个 秦浩轩给上官子一个苦笑 话是不错 若只是自己的话 逃生的希望会增加不少 只是 怕也够强离得开的 十个魔后跟二十个魔后 便是本质的不同 五十个魔后跟二十个魔后 那又是天地差别 一百多个 往哪里跑 除非黄龙真人清零 秦浩轩叹了口气 麻烦 死地 又无法将这批人放入龙龄仙剑之中 单单是破阵时剧烈的震动 都可能将这些人震死 束手束脚的秦浩轩在心中叹了一口 哀 混天缩在剿灭西极礁的时候 出现了破损拿去修补 而虚空之洲留在了太初教 被建造新虚空之洲的人 当作参照观摩 更惨的是 这一整个地方的天地规则 被肖云阁的人改动了 仙音道果进的强者根本进不来 妈的 秦浩轩之前思考的 若是生死时刻放出僵尸这个做法 随着刚刚的尝试失败 彻底知道了万载大交的底蕴 真是牛啊 此地大战 居然能硬生生将仙音道果的力量给完全压制的出不来 底牌几乎全部废掉了 秦浩轩看了一眼身旁的圣锐 便听到这位肖云阁的天才说道 我的底牌被此地天地规则压制 秦浩轩连骂人的心懒的生出了 或者说是来不及生出了 魔后的力量压制的他全身骨头咯咯咯作响 若非龙魔精身够强 现在身体早已经碎裂 听吧 圣锐发出一身无奈的想法 周身灵气暴涨 一道道剑气向四周疯狂四射散开 把几头魔后生生逼退开来 秦浩轩心中重重叹息 手上也没闲着 龙灵剑的龙气已经被激发 秦浩轩以他多年在战斗中魔练出来的经验 竟然也让上百个 甚至是有阵法加持的魔侯无法近身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秦浩轩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九龙冰天大法消耗了他大部分的灵气 到了现在也只能堪堪护住那些人了 一道灵力的光芒闪过 秦浩轩凭借本能在身前记起一道冰墙 然后将手中龙灵剑批出 又一个魔侯被斩 现在的秦浩轩几乎是用身上一个伤口 换一个魔侯的性命 影加大了阵法的能量 压得阵法中众人呼吸都有些不畅 秦浩轩感受更甚 自己同胜锐两人几乎抵挡了大部分的阵法压力 还要应对那些速度快到极致的魔侯 不一会 他的身下就形成了一道血破 脸上也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惨白 好轩哥哥 你快走吧 不要管我们了 你流了这么多血 会没命的 上官子连连咳血急声呼喊 秦浩轩一件劈死一只窜过来的魔侯 然后轻轻喘息一声 不在意地抹去脸上的血迹 被上官子说道 没关系 没关系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一下 上官子看着秦浩轩斩杀的动作 心中不解 他不知道秦浩轩在坚持什么 现在大家完全陷入了困境 魔侯的阵法之下 传递不出一丝消息 虽然现在还能坚持 但是总会有历劫的时候 到那时候 不仅仅是上官子不明白 围杀他们的魔侯 以及魔侯的首领影都不明白秦浩轩还在坚持什么 在他们看来 控制住这些修仙者不过是早晚的事 很明白的道理 秦浩轩好像不懂一样 他批杀得起劲 周围的人心中也不禁苦笑 难道秦浩轩真以为凭他自己的力量能够杀了这么多的魔侯以及冲破纳战法吗 秦浩轩双眼明光 面色沉明 他斩杀的动作越来越快 身体几乎化成了一道流光 开始了疯狂的屠杀 秦浩轩手中龙灵剑嗡嗡的吼笑声如同催命的镰刀 一个又一个的魔侯倒在了他的脚下他身上布满了鲜血完全看不出他本来的样子整个人都被冷冽的杀意包裹如同从万丈深渊之下杀出来的杀神不知道杀了多少魔侯整个地面上都是死去的魔尸就在隐眼面露焦急之时秦浩轩突然大吼一声够了秦浩轩猛的一息地上死去魔体的魔血瞬间进入了秦浩轩的体内 然后他周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淡淡魔气立刻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而后变得越来越浓 魔化 魔化这门功法是到新种魔大法中的一种 任何生物都可以魔化 就像是天魔解体大法的简化版 能够增强身体 大幅度的提高战力 却不会像使用天魔解体大法之后死亡 要使用魔化这一功法 其首要条件就是要吸收足够的魔血 秦浩轩以前之所以没有用过这一功法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魔血供他吸收 但是这次不同 上百个魔猴完美地解决了魔血不够的问题 虽然魔化之后也是有损害 但是现在的秦浩轩已经完全顾不上了 几乎同时 正瑞周遭出现大量灵气组成仙谷 仙中 一丝丝缭绕的仙音滚入他的体内 如果说秦浩轩的是魔化 那么胜锐的 电视仙话 秦浩轩在俱力坚持时 他也一样在坚持着 一点点让自己的底牌适应这里 让那张需要巨大充能的化仙服 有足够的力量施展 让自己短时间内仙化 魔化后的秦浩轩 全身都变得有黑 双目赤红如血 并溢出了浓浓的魔气 整个身体迅速的膨胀 细小的血滴从身体每一处露出 他的指甲变得十分细长 总体更像魔物而非人类 鲜化后的圣锐 周身绽放着圣洁的白光 青丝长发无风自动 宛如仙人下凡 战力暴涨的秦浩轩散发出 十万大山压境一般的威压 狂吼一声 修为低下的魔猴便会被直接阵的蹊跷流血 全身经脉尽碎 倒地身亡 圣锐傲视群雄 一个眼神过去 数名魔猴碎裂炸开 龙灵剑此时也包裹上一层淡淡的魔戏 但是却更加锋锐无匹 随着秦浩轩每一次凌厉的挥洒 就有一大批魔猴被斩成血雾 斩天剑一出 同样也是魔后陨落 眼看着秦浩轩同胜锐 真的要将这批人带出去 隐的脸变得猙獰恐怖 嘴中狂吼一声 魔猴的进攻也更加凶残 同时有无数的魔物从四面八方赶来 第938章颠倒黑白逼善退 我们为了这个计划等了几百年 牺牲了无数的魔族同胞 这一次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拿下他们 拿下他们随着引狂怒的吼叫 聚集过来的魔物越来越多 将这一片天地兜赌的密密麻麻 天上阴云汇集 狂风怒吼 聚集过来的魔物 表情争吟而狠辣 他们自动地将自己的生命寄线 血色的符纹散发着妖异的暗红色 将整片天空都侵染成不祥的颜色 悲好的狂风肆意卷着浓浓的血腥味 更为这片天地增添了恐怖 秦浩轩看着这些魔物的动作心中一景 果然天空之上很快地降临下一丝他熟悉的大魔神的力量 这股力量与当初行将自己寄线的时候极其相似 只是不如行引出的那力量雄厚罢了 引继承了这股力量身躯暴涨成小山高大 无边的魔力似剧烈沸腾的汪洋 以碾杀一切的气势朝秦浩轩扑来 下一刻 郑瑞出现在了秦浩轩身边 一个人中仙子 一个魔中霸主 同为天骄 气质相反 施展出来的剑术 在这一刻却又相辅相成 将影的力量生生顶住 秦浩轩侧目看向圣瑞 圣瑞脸上带着笑意看着秦浩轩 若此次你我不死 你便是我认可的天骄了 圣瑞傲声吼道 你我之路虽不同 但我欣赏你 秦浩轩胸中豪气顿生 体内力量连连暴涨 绽放出不逊色鲜化的圣瑞的力量 战斗 此称 秦浩轩也好 圣瑞也好 都很清楚 战斗打到了这般动静 只要萧云格的长老们没有龙 没有瞎 定然可以看到此处的热闹情况 魔后虽凶 却绝对无法对抗萧云格的最顶层 他们不但单体战力强大 更重要的 他们可以操控整座大阵 魔后虽然在阵中见阵 但却无法对抗萧云格经营了万年的大阵 一道药木之光破空而来 仍未到剑光先至 刚烈的剑光划破苍穹 正瑞发现剑光 面上多了一丝放心 萧云格的大护法斩空道人 魔导大阵的控制权 在整个萧云格也没有几个人拥有 大护法斩空道人便是一个 高空之上 斩空道人欲见而行 一袭白色长须随风激荡 宽广的袖袍掀起一股浩瀚之力操纵起了阵法 一道山峰粗细的雷霆从天而降 将那巨大的阵法生生震碎 百名魔后起起吐出一口鲜血 魔的阵法 碎裂了 大天魔得空传来的力量 也无法对抗万载大叫金银万载的威能 终于来了 秦浩轩感受到一股近乎万法不清的力量 将自己笼罩 魔后之力再也无法近身 顿时泄力地从高空坠落 东东东东 秦浩轩体内某种连连跳动 那修炼自轮回魔尊功法的某种 在其魔化之后居然疯狂成长 比往日大了数倍不止 秦浩轩感觉自己已然快要昏迷 想要施展寒冰之力将其封印 却发现这某种如今已然有了灵性 他跳动了树下急速缩小 转眼间消失为尘埃一般 让人难以寻找 若秦浩轩状态巅峰 自然可以将其轻易找到 可如今身体精神都到了极限 某种战时隐退 秦浩轩也顾不上寻找 整个人走向了昏迷的边缘 人从高空坠落而下 你们终于来了 圣锐跟秦浩轩两人毫无力气地摊跌向地面 他们知道 萧云格的前辈定能帮忙接下这一击 焦急到慌乱的上官凌峰破开阵法 便看到一个全身散发着浓郁磨气的人影朝下坠去 想也不想地就出手攻击 不要 上官子尖锐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从未听到过女儿发出这种声音的上官凌峰也呆住了 眼看着上官子将那魔物护在身前 小心地降落地面 那是 上官凌峰不禁问道 上官子看着怀中已经恢复人形的秦浩轩 柔声说道 这是秦浩轩 是他拼了命才保住的我们 磅薄的灵法散发出如同汪洋一般的力量 震得炼魔岛的这片中心区域连连晃动 狂风乱吼 飞杀着天 萧云阁的数位长老护法不仅亲自现身 剿灭这群暗存心思的魔物 更是将整座炼魔岛的攻击阵法打开 即使得到了大魔神的一丝力量 尹依旧无法抵抗众多修仙者的围攻 聚集而来的魔物也在萧云阁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下 纷纷化作了血雾 原本受到惊吓的萧云阁弟子被有虚的掩护离开 上官子如同护着爵士珍宝般护着昏迷中的秦浩轩 生怕他在遭受一丝的伤害 秦浩轩浑身躺穴 唇色惨白 两条眉毛微微皱着 即使这样 上官子都能够感受到他身上活跃的灵气 这是怎么回事 浩轩哥哥受伤这么严重 都已经陷入了昏迷 竟然还能够自发地修炼 上官子诧异地看着秦浩轩周身浮起的一层浅浅的灵气 一双似秋水般的眼眸中献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萧云阁高手终于将恋魔岛中心聚集起来的最后一只魔物消灭 大护法清空道人嘱咐萧云阁弟子将前来参观恋魔岛的客人全都安顿好 然后带着进入岛中心的所有弟子回到了萧云阁的义士大殿 一场晾肌肉的事情突然办得差点丢人丢到被人灭交的地步 萧云阁的众人也是各个觉得面上无光的很 萧云阁轻点了这次邀请进入魔岛的人 发现足足损失了四成的人员 本想要晾肌肉 结果丢了大人不说 这次令各教损失如此多的力量 前来朝供的各教会怎样想 萧云阁的人想起来便会头大 大家会不会是在想 这次萧云阁故意借用魔岛的力量来消耗各教实力 防止他们成长到可以抗衡盟主教的能力 会否因此而产生记恨 大殿中气氛沉重 几位前来进宪的长教也全都在场 一个个黑着脸 盯着萧云阁那婆有几分先锋到骨气度的长教裴清真人身上 裴清真人面色同样民众 此次各教损失不小 怕是不但要将他们进宪的物件退回去 可能还要倒贴点资源 才能解决此事吧 妈的 裴清真人心中暗骂了句粗话 这次赔的也太大了 不行 必须找出到底是谁折腾出来的事情 怎么也要找个背锅的吧 不能让我萧云阁一家来陪啊 斩空道人见陪清真人 沉面不语 顿时明白了这位师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连忙起身对被他带来的萧云阁弟子 那魔物是怎么回事 竟然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还有你们 怎么会深入猎魔岛的中心地方 不知道里面危险吗 参与此事的萧云阁成员 其刷刷下意识地看向了圣锐 在那岛屿之上能有如此权力的 怕是也只有这位圣长老了 陪清真人发现众人的视线 心中已然骂娘了 本想找人一起陪 怎么 偏偏是自己家人 斩空道人见到长交的神情 再次明白了过来 此时断断不能怪到圣锐身上 不然萧云阁不但丢人丢大了 赔钱赔大了 圣锐日后在萧云的名声都会受损 继承长教之未缘后 怕是都会有人暗暗不服 对萧云未来很是不好 断断不能如此 圣锐感受到众人的注视 心中暗叹了口气 便要迈步上前承担此次后果 却听到斩空道人的密语传音 孩子 万万不能承认是你所为 郑瑞一愣 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 身为万载大交的重点培养弟子 自然知道长辈们的心思 只是若不承认 怎么过得了自己这关 郑瑞再次要迈步 却看到有弟子已经迈步跳了出来 那是圣锐的入道师兄李长云 禀告长教 大护法 李长云身高体壮很是魁梧 一脸落腮胡子给人一种鲁莽 而又耿直的感觉 他抱拳弯腰说道 此次事情 真的怪不到我们肖云格的弟子身上 而是太初长老秦浩轩欺人太甚 秦浩轩 干嘛污蔑秦浩轩 郑瑞心中不满知情顿喜 迈步便要发言 却被李长云抬手足指道 圣长老 我知道你想要揽责任 可此事 真正原因在秦浩轩 秦浩轩那个家伙 跟我们一进入猎魔岛 便一直在抱怨说我们岛上魔物能耐太低 甚至出言不逊地说我们肖云格实力低微 也就只能圈养这些低等魔物 圣瑞眼角连跳 知道李长云在保护自己 可 为了保护自己 便去污蔑一个外人 这事情断断不可 师兄 圣长老 你若是想要补充什么 可否让我这个入道师兄先说完 李长云抢白不给圣瑞机会 圣长老本只是想带着众人在猎魔岛周边狩猎 不愿意搭理他 但是秦浩轩变得愈发嚣张 言辞上甚至表露出我们肖云格比不上太初娇的意思 说我们战斗力弱 根本配不上万载大娇的名头 甚至说 盟主之位应该是太初娇来当 听了他的话 圣长老实在气不过 就想让他见识一下我们肖云格的实力 才带领他往岛中心去的 颠倒 黑 长云 李确定如此 陪清真人陡然提高声音 打断了圣瑞那句颠倒黑白 也将其的话阴压了下去 用带着威胁的口吻说道 你可知道 若是说谎你会如何 污蔑他叫长老又是如何 废除修为 逐出山门 李长云跪地磕头喊道 弟子愿意用性命担保句句属实 第939章叶末潜藏献原形 郑瑞蒸蒸地望着自己的入道师兄跟长教还有大护法三人 此三人的话说到了这个地步 若自己还执意站出来为秦浩轩说话 那自己的入道师兄 照顾自己多年的师兄 便会被废除修为 被逐出山门 郑瑞不傻 很明白 眼前这三人在演戏 故意给自己一个死局 萧云阁是一家人 一家人怎可以害一家人 意识大殿中所有的萧云阁弟子的脸色都轻松了下来 大家都明白 今天李长云三人 硬是令圣睿开不了口 把黑锅声声扣在了秦浩轩的身上 秦浩轩 裴清真人的声音并不高 但是却将他的怒气清清楚楚地传递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长教 那个秦浩轩实在狂妄 竟然敢说咱们萧云阁不如太初教 他们太初教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脾气暴躁的长老脸都气得通红 在大殿中吼道 就是就是 不过是刚刚度过一个五千年的教节 还真以为自己能够称王称霸了 太初教的这群人嚣张得过分 尤其是那个秦浩轩 更是目中无人的很 我上次去太初教 就是他接待的我们萧云阁的人 那态度简直就差到了极点 一点都不给我们萧云阁面子 在秦浩轩那里索要贿赂不成的苏杨 也趁着这个时候赶紧地再添一把火 眼看着裴清真人的怒气越来越大 在场的几位与太初教教好 并很看好秦浩轩的长教纷纷出来打圆场 冷静冷静 众位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再纠结也没有意思了 再者说 如果不是秦浩轩击了圣锐一下 萧云阁也不能发现那群魔物的轨迹啊 上官凌峰听了苍穹派长教的话 这时候也站了出来 和和气气地说道 是啊 赵道兄说的是 如果没有及早地发现那群魔物的轨迹 那萧云阁以后不是会有更大的麻烦吗 从这一方面来看 秦浩轩也是做了一件姓事 苍穹派的长教肇真人在此接着道 而且 你们也看到了 这一次幸亏有秦浩轩拼命相护 伤亡才减低了不少 裴清真人沉默了下去 即便将黑锅扣在秦浩轩的身上 但这秦浩轩这一次的行为 确实误打误撞地撞破了 裂魔岛里那群魔物的阴谋 某种程度上算是挽救了 萧云阁这万载大交的根基 怎么会如此 裴清真人顿绝一阵头疼 本想让秦浩轩背黑锅 怎么被几名长教一说 这秦浩轩反而成为了有功之人 裴清真人收敛了自己的威压 端坐在位子上 脸上虽然依旧不好看 但是却也没有了那种怒气喷发的样子 素杨看得心中一紧 连忙急声道 长教 难道就这么算了 秦浩轩嘴巴那么毒 当着我教弟子的面贬低 咱们萧云阁 还未等苏杨说完 裴清真人单手一摆 止住了他的话语 然后看了看下方作者的 几个门派长教 面无表情地说道 既然几位长教都这么说了 我们萧云阁也不是无法容忍的教派 长教 原本还以为这一次能够将秦浩轩以重罪论处 可是裴清真人的态度确实算了 令苏杨心中很是不满 但是却不敢真的反抗自己长教 只得恨恨地叹了口气 他们却不知道 裴清真人比谁都想要扣黑锢给秦浩轩 可问题秦浩轩保住了萧云阁的根基啊 若真的要追究 怕黄龙真人也会灿河进来 研究一下就下萧云阁根基 揭破萧云阁内部黑洞这事情的功劳 该怎么奖励 若真到了那一步 怕萧云阁让秦浩轩被黑锢转的那点 还不够赔的呢 在场的几个为秦浩轩说好话的长教 听了裴清真人的话 也彼此对视一眼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朗月当空 但是很快又被一大快厚厚的云彩挡住 萧云阁煞气凌中一片极静 完全隐没在黑暗中 只有居住着太初叫弟子的房间中 隐隐闪着亮光 一道完全与黑色融为一体的影子悄然而来 掠过一片片灵烧 如清雨般飘落在地 稳稳地落到了正处于恢复中秦浩轩的房门前 一丝凛冽的沙翼 从这黑影身上散发了出来 凑近了秦浩轩房门前的灯光 可以看出这人身穿销云阁弟子的服饰 手上还拿着一个乳白色的药瓶 如果忽略了这人身上散发出的那一缕沙气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来送药的弟子 那名弟子神太自然地进入了秦浩轩的房中 将手中的药瓶轻轻放在床头 然后动作即速如闪电般取出了一枚弗箭 举起就往闭着眼睛的秦浩轩脑袋上刺去 当金属碰撞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闭着眼睛的秦浩轩身体动作甚至快于他的意识 那是从无数生死战中磨练出来的警觉意识 秦浩轩手中龙灵剑闪现出一片金光 一击就将那人的伏剑集成了粉碎 同时秦浩轩强忍着身体的疼痛 凌厉地翻身而起 将那人摁在了床头 被秦浩轩控制住的肖云阁弟子不住的挣扎 嘴中甚至发出了类似野兽魔物的乌叶声 秦浩轩心中大惊 因为他已经看清手中这人竟然是一个灰种 而且是一个已经魔化完成的灰种 叶魔一族原来 早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渗透工作了 秦浩轩有些疑惑的眼神逐渐清明 看着手下之人 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 一个灰种 在萧云阁这样的万载大叫中 虽然重视 但是也不至于太过重视 这群魔物想得好啊 先将这样一个有份量 但是不会引起教派太多重视的灰种谋划 然后再慢慢地将其他门派接班人选谋划 这样惊吞蚕食的计划 如果不是被我们堪破 整个修仙界也危险了 放开我 放开我 被制住的魔物嘶吼着挣扎 看向秦浩轩的眼中是无比的愤怒与浓浓的恨意 你这个该死的修仙者 破坏了我族的大忌 该死 该死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魔化的灰种虽然吼得大声 但是在秦浩轩如同金刚铁拳一般的桎梏下 根本动弹不得分毫 秦浩轩微微皱眉 然后单手将这个吵闹不休的魔物披晕 如同拎小鸡一般的拎在手上 就施展自由之意 嘲笑云格的义士大殿飞去了 秦浩轩速度快急 几个起落 就来到了义士大殿的殿门口 大殿中的众人已经将今日发生的事情整理出大概 便要各自散去的时候 便听到门口弟子喊道 习丙长叫 太初叫长老秦浩轩求见 听到秦浩轩这个名字 大殿中所有人面色都在发生变化 不爽的 开心的 好奇的 裴清真人原本一肚子火煤地方发 心中正是不待见秦浩轩的时候 听到秦浩轩求见 差一点就直接摆手说不见了 但是 他眼睛一扫 看见了大殿终端作者的其他门派长叫 想到肖云格的架子还是要维持好的 即将甩袖子的手又放下了 裴清真人闭了闭眼睛 才与其阴沉地说道 进来吧 秦浩轩大步迈入议事大殿 然后便将手上的人扔到了肖云格议事大殿的中央 苏明师弟 咦 怎么回事 被秦浩轩扔垃圾一样扔在地上的苏明 立刻吸引了大殿中所有人的目光 苏扬一拍身前的桌子 脸色黑得不行 直接对秦浩轩目声道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抓我们门派的弟子 你什么意思 随着苏扬的吼声 整个大殿的气温都立刻降了下来 沉重的威压好似高山压顶一般 令很多修为不高的弟子都感觉到了呼吸困难 秦浩轩进来之后的这副样子 的确很像是在挑事 话也不说就将人家的弟子这么不给面子的人在地上 就连一向站在秦浩轩身边的几位掌门都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 秦浩轩懒得搭理苏扬那条是一样的吼叫 只是这同样面色阴冷难看 已经在发怒边缘的裴清真人说道 掌教真人 跪教弟子之中 已然有人被完全魔化 不可能 秦浩轩刚刚说完 苏扬立刻出声反驳 苏明虽然不是作为掌教接班人来培育 但是也是灰色仙种 在门派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而且这苏明是苏扬的四代孙了 秦浩轩淡淡地扫了苏扬一眼 苏扬心虚地不敢与秦浩轩对视 只能耿着脖子看向别处 你说我们弟子魔化 这可是要讲究证据的 大护法清空到人身上气势突然一转 非常有威慑力地看向秦浩轩 秦浩轩叹气说道 诸位何须这般对待我 想要知道他是否入魔 一测便知 苏扬冷恒一声 你要我们测试就测试吗 秦浩轩 你未免也太狂妄了吧 秦浩轩里都没有理阴阳怪气的苏扬 见过了苏扬长老在太初那贪得无厌的样子之后 这位萧云格的长老 在他的心中已然没有了半分分量 面对秦浩轩直直看过来的眼神 裴清真人虽然也不相信自己的弟子会被谋划 但是出于对整个教派的考虑 便一挥手 表示同意了秦浩轩的提议 苏扬整个人气的发抖 觉得秦浩轩是在众人面前落了他的面子 当下 恶狠狠地看了秦浩轩一眼 然后快步走到苏明身边 从自己的乾坤袋中取出了一个专门测试魔物踪迹的侧魔珠 第940章好心不见有好报 苏扬将自己的灵力输入手中那颗琥珀色的珠子中 丝丝光滑闪现 然后按照他的意愿 散入苏明身上 渗入他的体内 半刻钟过去了 躺在地上昏迷中的苏明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异样 在场的众人全都发出了轻微的议论声 萧云格的人看向秦浩轩的目光也越来越不友善 一刻钟过去了 苏明身上依旧没见半点异样 秦浩轩 苏扬单手指着秦浩轩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个骗子 竟然胆敢愚弄我们萧云格的人 说什么我孙子苏明魔化 可是结果呢 像你这样丝毫理法不懂 狂妄自大的人 该是受到萧云格的惩处 苏扬立刻转头 拱手对高座在座以上的裴清真人道 掌教 太初教弟子秦浩轩狂妄自大 欺骗愚弄我们在场众多修士 甚至污蔑我们门下弟子魔化 已经是重罪了啊 请掌教不要再人死 重重严惩这小子吧 裴清真人刚刚要开口 秦浩轩冷冷的声音依旧响起 魔物费尽数百年才想出的计划 你真以为会被一个小小的珠子测出来 裴清真人面色欲发难看 刚刚苏扬做的事情 他何尝不知道这只是表面事情 为了肖云格的面子 自己可以假装不知道 等日后再好好审查这苏明便是了 可你不要再继续咬着秦浩轩了 你这么咬着他 不是逼着他反击吗 斩空道人也好 裴清真人也罢 对秦浩轩能被黄龙真人派到此地 便知道这秦浩轩不简单 很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继续纠 可这苏扬 秦浩轩再次看向裴清真人 真人 这个弟子的确被默化了 请真人亲自鉴定 你算什么东西 敢开口让我们长叫亲自鉴定 苏扬如同帐帽的公鸡 脸色通红的看着秦浩轩 店内的肖云格众人也全都指责起秦浩轩 一个小小太初叫弟子 还真以为自己什么身份 竟然敢在肖云格大殿上胡来 我看 他就是想出风头想疯了 哼 简直不自量力 陪清真人面沉如海 很想上前给苏扬几个耳光 甚至一见窄了他 我足入侵这种事情 是小事吗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怎么亲自下场也是正常 验不出还好 若是验出来怎么办 若是自己验不出 而那秦浩轩又当着众人的面 验出来了呢 只说肖云格长叫还不如太初弟子吗 为了不被秦浩轩宴出来 这事情能放水吗 陪清真人越发想要宰了苏扬 他知道苏扬是想让自己放水 可这么多人看着 怎么放水 上官林峰皱眉细细感受了 那倒在地上的苏明 微微沉思一顺 然后起身拱手道 这次的事情绝非小可 必须严重对待才行 陪清真人 还是出手测试一下吧 万一真的出什么事呢 陪清真人抬眸扫过众人 然后看了看在场的几位护法 几位护法得了指示 立刻出列 然后在意识大殿宽阔的大厅中 以躺在地上的苏明为中心 记起了一个三尺多宽的法阵 凡复玄傲的符文 从几位护法指尖蹦出 如同流星搬着人阵法当中 清新灿金色的光点 从阵法上升起 又有纯白的光芒从中闪过 紧接着 一颗光滑更胜的金色侧磨珠 从陪清真人的袖口飞出 直直地落在了苏明的上方 金色的侧磨珠 与整个阵法向辅相成 彼此交融 将苏明整个人吸入了珠子中 如果苏明是魔化的 那么金色侧磨珠中 就会劈出紫色的闪电 将那魔魂劈散 可是 等了一会 整个珠子与侧磨症 根本没有丝毫的变化 没问题啊 苏明师弟没问题啊 根本就没问题啊 我早就说了 那个什么秦浩轩 就是想要博人眼球罢了 哼 我看也是 真是不自量力 听着大殿中响起的声音 素扬一双眼睛 挑衅时的看向了秦浩轩 就等着掌教一声令下 然后将秦浩轩立即拿下 他的脑子里甚至已经想出了五六十种酷刑 每一种都能让秦浩轩皮开肉绽 修为进退 秦浩轩冷冷的看了看众人 然后对陪清真人道 请陪清真人亲自出手 如果真人出手也没有问题 那么秦浩轩愿意接受你们的任何处罚 听了这话 原本不以为意的陪清真人沉默已顺 然后他起身而战 将自己一丝磅薄又精纯的灵力输入侧膜珠中 噼啪 啊 刺耳的噼啪声夹杂着痛苦的嘶吼声 瞬间响彻了整座大殿 紫色的雷电好似交互缠绕的子龙一般 刺眼的光芒 一度令大殿中的人睁不开眼睛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真的 真的魔化了 骄云格意式大殿中所有人面上都是极度的诧异之色 他们全都瞪大了眼不敢置信的看向被雷电劈打中痛苦吼叫的苏明 只有秦浩轩一脸早知如此的淡定 陪清真人一扫脸上的不耐烦 脸色凝重的看着已经被雷劈得不成样子的苏明 丝丝屡屡的黑色魔气从他身体内散发出来 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几个护法长老彼此对视一眼 都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 秦浩轩面上表情没变 只是对处于极度震惊中的萧云格众人道 我只抓到了萧云格这么一个魔化的弟子 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便不清楚了 陪清真人身体一阵 是啊 抓到的这是一个 没抓到的呢 谁能保证那些魔物在这几百年间 只是魔化了这么一个灰种弟子 一时间 整个大殿都陷入了一种陈宁的气氛中 长教 郑瑞突然出声 拱手对众人道 弟子有事禀报 说 就在今日我们被那群魔物所困之时 秦浩轩他也施展了一门十分诡异的功法 整个人突然间战力暴涨 身体变形如兽 就如同入魔一样 弟子觉得十分可疑 而且 弟子怀疑 秦浩轩与那些魔物是不是也有什么牵扯 或者整个太初教是不是也有问题 陪清真人一双锋利如刀的眼睛 一下子钉住了秦浩轩 那种不加掩饰的杀意 换其他人可能直接就被喝软了 秦浩轩看着众人的神色 心中冷笑 我帮这群人找到门派中魔化的弟子 他们竟然反过来怀疑我 真是可笑 秦浩轩确实 施展了类似魔的秘法 圣锐迈步上前抱拳拱手 他知道 今日之事 日后定将传入秦浩轩的耳中 战场之上 秦浩轩杀法果断得很 入道师兄李长云定不是这秦浩轩的对手 若是今日不能将秦浩轩剿灭 日后怕师兄会有危险 圣锐点头面红 不敢去看秦浩轩 他知道自己亏欠了秦浩轩的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让自己的入道师兄冒险 秦浩轩愕然地望着圣锐 之前的那一战 两人并肩作战 何等豪气肝云 秦浩轩曾经以为 经此一战 自己可以多一个即便不如行 但也是一个可以肝胆相照的道友 朋友 可 这个之前处处表现君子的天才 怎么在这一刻 突然变成了这般模样 如此的要害人 掌教真人 这秦浩轩就算不是魔 也可能是与魔勾结的 不然的话 怎么会这么巧 就被他在炼魔岛遇上那些事 还救了我们 怎么会这么巧又被他发现魔化的弟子 也许这正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之一 李长云跳出来连忙助攻 秦浩轩瞥过去一眼 用不高 但是整个大殿中所有人都能听清楚的声音 冷笑道 不是我出手的话 李道友 你可能已经转生了 李长云心中一紧 高声道 没有你 我圣长老也能撑到大护法来救人 小子 你别放肆 萧云格的大护法也出声喝道 大殿中所有的萧云格弟子 这一刻全是用怀有敌意的眼睛看着秦浩轩 裴清真人心中被秦浩轩的不悦更慎 心中暗暗道 这秦浩轩的确可疑 现在竟然还想挑拨我们门派 必须要检查一下 苏扬这时候再次站了出来 指着秦浩轩道 如果你是清白的 我们萧云格也不会亏待你 但是现在 你必须被我们检查一下 对 你必须被我们检查一番 否则 你就是勾结魔物的修仙界叛徒 面对这群人毫不讲理的要求 秦浩轩面色沉宁 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萧云格的检查的 体内那颗魔种 谁知道会不会被发现 会不会被定性为魔 就连整个大殿中的其他教派之人 也暗暗皱了皱眉头 这萧云格过分了 秦浩轩联手胜睿就下众人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上官面色更是难看 自己的孙女战斗脱力昏迷 若是他醒着 或许还能帮忙说几句话 来证明秦浩轩 所谓的检查 那是将一个修仙者里里外外全部坦漏 那种检查 是能够将一个人身体内所有的东西探测出来 包括各种灵法 功法 如果秦浩轩被检查了 那就是代表可能他全部的功法都会被萧云格的学去 那也是代表太初教的整个功法也会全都被泄露 那就是代表太后 感谢观看